这个女人一回到家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脱起了衣服 光溜溜地打开卧室门的那一刻 整个呆住了 卧室沙发上坐了一个男人 他叫温丽 内鱼流亮天花板 他叫宋燕 电影影帝 他们是娱乐圈的顶流夫妇 也有人说他们是娱乐圈的协议夫妻 因为结婚两年以来 他们无影视合作 无综艺同框 社交软件也没有互动几次 可事实呢 也的确如此 两年前温丽因为电视剧宣传炒CP 被网放小三 陷入舆论的漩涡 这时宋燕出手相助 和她的结婚官宣才盖过了网报的热潮 温丽现在都不明白当时宋燕为什么要帮她 才有了这一纸协议婚姻 这天温丽参加了一个娱乐活动 镜头下的她光彩玷玉 粉丝们的热情高吞 欢呼声不断 小助理正开心地跟她说着那火爆的场面的时候 郑雪 当红小花之一 温丽的最大竞争对手 她走了过来说 你这么嚣张 无非是仗着影帝老公的资源 你们要是真的就参加人间有你的夫妻综艺 你敢吗 温丽一句 谁说我不敢 怒怼了回去 郑雪冷笑了一声 那到时候见了 转身离去 另外一边宋燕刚刚结束了今天的拍摄工作 导演邀请她一会收工了一起去聚个餐 宋燕带上了婚戒 拿起手机看了看说 下次吧 我要请假回家一趟 再不回去老婆要跑路了 只见工作组的一群迷眉痴痴的眼神感叹了 我一年早婚的博明白月光了 温丽从红毯出来回到车上 累坏了的她同时也在懊恼 刚刚不应该嘴硬逞强 现在该怎么跟宋老师解释呢 到家后温丽因为衣服太紧 于是就直接脱了起来 然后只剩下小妹妹的她打开房门的一刻 猛逼了 说赶紧点赞关注或者评论区 爱特你的好朋友一起蹲 两个人四目相对 宋燕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她笑了笑 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这个女人一回到家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脱起了衣服 光溜溜地打开卧室门的那一刻 整个呆住了 温丽看见宋燕 转身准备逃走 谁知宋燕一个起身把她抓住 顺势拉到怀里给她披了件衣服 然后一步步向前贴近 把温丽逼到墙边 抬手就来了个壁咚 立马就问她 我们的协议还没到期吧 你就开始准备离婚协议说了吗 温丽心虚地不敢看她 然后把头扭到一边 宋燕随即把脸凑了上去 四目相对之时 温丽的肚子发出了呼唤 她张大地捂着脸 委屈地说道为了走红毯都没有翅膀 嗖的一声就跑去了洗手间 留下宋燕愣在了园底 在等温丽洗澡的时候 她来到了阳台拿出手机 无聊地刷起了老婆的热搜 强势霸占了排行榜前三 心中安息 开心的反手就是一个赞 这时温丽洗完澡出来来到阳台 宋燕看着眼前的她 羞红的脸蛋 松软的玉袍 湿答答地滴着水 她慢慢地走上前 温柔地拿起头巾给她擦头发 温丽都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随后说道 那个 人间有你的节目我可以去 真的吗 你愿意 不过这节目没剧本 你又从来都不上中意了 温丽又开心地问起来 宋老师你是为什么答应了 宋燕转过身一本正经的胡编道 谁会和钱过不去 温丽接着凑了上来说 那离婚协议可以缓缓 我本来也就是先打的草稿 宋燕盯着眼前的温丽 已经听不到她在说 咕咚咕咚的小心脏受不了 一把揽起她的腰抱到怀里 热烈地吻了999秒 中间换了一口气 彼此对视了一眼 这一眼便是万年 默契的两人退去了身上最后的衣服 开始了彼此之间的温存 此处省略9999个字 大家自行脑补 评论区等你哦 他们经过一夜的翻云覆雨 羞红的七上八下之后 第二天温丽醒来 她搭着半开的衣服鞋 靠在床头看着阳台上的男人 心里在为昨晚的深入交流 找了各种理由自我安慰 虽说是协议夫妻 可又没说不能啪啪一下 再说了被宋燕这等顶级货色压在床上 我就不信谁把持得住 这时手机的响声打乱了她的思绪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 是经纪人单姐发来的消息 她超激动的要用人间有你的节目官宣 给正雪啪啪打理 这时宋燕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温丽衣衫不整 不知欲出的肉扑扑 满意地微微笑了一下 似乎在窃喜 终于是我真正的老婆了 温丽发现了宋燕的视线不对劲 赶紧起身一本正经地扣起了衣服 哎呦 乖乖老婆真可爱 在温丽那边官宣参加节目之后 冠名方马上把代言给了温丽和宋燕 正雪的经纪人在节目主气地直拍桌子 奔得牙痒痒的正雪 转身走出了节目主房间 跑到走廊外的窗边 想看看风景缓解一下气氛的心情 可是刚一抬头 就目露凶光 因为对面的又是温丽拍的广告宣传海报 另外一边 温丽正在公司的化妆间开心地化着妆 小助理站在旁边交代着 姐 人间有你节目要来拍素材了 过了一会设置组的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机器 开始进行拍摄 温老师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温丽 此时经过了999个小时的拍摄 小助理终于送来了精致的盒饭 温丽开心极了 膝带地打开饭盒 全是素的 肉呢 肉呢 我要肉 瞬间气鼓鼓地变起了八字眉 摄像师看着温丽的表情 疑惑地问道 是想宋老师了吗 温丽脱口而出 谁想他了 突然他感觉不太对劲 这是在录节目 赶紧找不回来 然后补了一句 也不是不想 一点点哦 摄像师随后又问道 第一期节目温老师想要送老师给什么样的惊喜 温丽听后心中骂骂咧咧的 协议夫妻要什么惊喜 然后随口说了句 没什么要求 他活着就好 风气突然安静了 过了666秒以后 小助理和摄影师投来了引武校 太甜了吧 温丽满脸写满了问号 拍摄完成后 小助理送温丽回家 下电梯时还特意叮嘱他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记得注意可不能随便脱衣服 刚到家门口 碰见宋燕推着行李箱出来 温丽乃兄乃兄的拉着行李箱说 明晚的直播你真打算我一个人播 宋燕解释道 明天临时有通告要赶 实在回不来啊 两个人僵持了999秒后 宋燕坏坏的说道 如果温老师能对我撒个娇 我也可以赶回来的 温丽愣了一下 一个托马斯回旋梯 把行李箱撂倒后气鼓鼓地说了句 休想 顶流女明星竟要在夫妻综艺上一个人直播 只因她老公半路出差跑路了 她在镜头前深深地吸了三口气 像往常一样微笑着 然后打开直播跟观众们打起了招呼 看见只有温丽一人 粉丝们都议论了起来 没想到宋美人真的请假了 由于弹幕的字太小 温丽有些看不清 于是凑近了一些看 这一靠近直播间的粉丝们 直接被她的盛世美颜杀死了 温丽看到评论后下的感冒后退 这时经纪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要她记得感谢粉丝送的礼物 于是温丽开始在直播间念叨着 谢谢 三丽你是妈妈的好宝贝送的100个潜品 又顺便补了一句 谢谢妈妈 我有钱花 别破费了 谢谢 不装了我摊牌了 我就是三丽的亲生老公送的50个摩天大楼 并笑着说重婚可是犯法的 刚要继续谢谢下一个粉丝的时候 却突然停住了 粉丝们都在直播间问是不是卡住了 原来温丽看见一个叫三丽每人一碗几次的ID 让她难以启齿 她的脸羞红的滴了下去 气鼓鼓的嚷嚷着不谢礼物了 哼 你们送破产我也不谢了 这时经纪人也发来消息说 效果够了 以上热搜了 另一边 宋燕也刚下飞机准备回家的时候 刷到了温丽热搜 说他俩是塑料夫妻情 夫妻直播就温丽一人 宋燕开启夫妻模式 被热搜帖子下来的回复 说 自己已经在赶回家 接受温老师批评的路上了 然后满意地听着歌赶回家 而没有再谢谢粉丝了的温丽 跑去开始卸妆 他将直播的手机架一到了旁边 由于他今天的眼妆化得有些浓 需要卸妆棉放在眼睛上敷个半分钟 敷上卸妆棉后 枪枪枪 转过头跟粉丝互动 但是发现好像空气突然安静 这样有点傻 于是他呼叫蓝牙音响 放手比较嗨的音乐 结果自己还被猛的嗨哥吓了一跳 然后跑去洗脸 北粉自觉地跟着拍子抖了起来 身体也不自觉地动了起来 然后他一想到自家老公 还不知在哪里潇洒 哪怕没他在家又怎么样 我一个人照样嗨得起飞 不能输 直播间的粉丝们瞬间沸腾了起来 可这时宋妍到家了 一打开房间门 就看到了这温丽嗨翻的场面 粉丝们弹幕里疯狂地提醒 三立 你老公回来了 别跳了 温丽却还在肆意狂欢 而宋妍也没有打扰她 就在门口默默地看着 直到温丽洗完了脸跑去屏幕前 看看粉丝们说了什么的时候 她顿时原地射死 僵硬地慢慢回过头 看见尴尬的宋妍在门口看着她 你怎么回来了 顶流女明星在她身上蹭来蹭去 嘴里还不停地叫着哥哥老公 结果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宋妍微动着猴杰说道 这是不点关注不送小星星能看的吗 温丽晚上在家直播和千万粉丝激情热舞 被宋妍现场抓包之后 她捂着射死的脸拳缩在沙发上 宋妍被她的样子可爱到了 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随后凑过去温柔地叫她回房间睡 温丽傲娇地转过身说 我今晚就睡在这了 见老婆不搭理自己 宋妍故意调谈道 你是刚刚跳舞跳泪了 温丽瞬间从沙发上谈了起来气得嗷嗷叫 宋妍开心地挑着眉说 我不在家你就开演唱会 我回来你就摆着脸 温丽立刻对了回去 那是你回来不提前跟我说 害我这么丢脸 宋妍委屈地说 你几千万粉丝面前都不怕丢脸 怎么对我双标啊 看见老婆没有说话 就赶紧盖进房间 温丽躺在床上玩着手机 突然想起来问宋妍 你不是有通告吗 怎么回来的呀 其实你不回来也行 宋妍心中微微一顿 叹气地说道 看出来了 温老师凭一己之力 站了五个热搜 温丽在旁边得意地嘚瑟着 随后宋妍有点沮丧地反问她 你是不想我回来吗 温丽有一点心虚 但是不想被看出来 随即便傲娇地撇过头 嘟嘟囔囔地说不想 下次推不掉的工作就别推了 宋妍叹了口气 没再作声 温丽见她半天没有回应 就扭过头问你睡了 谁知宋妍一直侧身地在看着自己 差一点和她来了的贴脸纱 顿时羞红了脸 拉起被子就往脸上盖 埋怨她没睡着怎么不出声 宋妍看着温丽的背面 感叹着眼前的这个生物就像猫 乌屁 高傲 但是每次一位在身边喵的一声 就让人丢下所有防备 第二天 宋妍和几个投资人 还有导演在包厢喝茶 导演们都围着讨好她 希望她能来参演 自己即将开拍的影视剧 应酬结束后 宋妍回了家 当一开门 温丽就穿着软萌可爱的睡衣 蹦跋到了她面前 宋妍满脸震惊 这是我老婆吗 宋妍反身扑倒了温丽 小假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哪个小可爱 还不点关注不评论小惺惺的 宋妍一回到家 她就看见穿着软萌可爱睡衣的温丽蹦跋到了面前 她满脸震惊 这是我老婆吗 还没等宋妍反应过来 温丽就乖巧去给她拿了拖鞋摆在了地上 这时宋妍余光撇到了角落的摄像头 就知道是珠反常必有因 于是拿起拖鞋假装抖了抖柜 发现没有长东西就安心地穿上来 然而在摄像头另一端的工作人员 看着这一切都在笑 看来温丽平时从没对宋妍撒过胶 而温丽一直在积极营业 一把拉住宋妍按在沙发上给她揉起了肩 然后凑到宋妍耳边 揉声问道 力道可以吗 搞得宋妍心中一紧 赶忙对温丽说 我回房休息就可以了 然后许数跑进房间 关上门之后 宋妍的脸已经被撩得通红 快要掩饰不住对温丽的心动了 而温丽在外面对着摄像头抱怨道 宋妍她不领情 难道非要咯咯咯咯咯咯的才叫撒娇吗 导演看着温丽的样子 一口水给吞了出来 然后用摄像头点了点头 温丽傲娇的说着我不会 但是一想到竞争对手正许 就又燃起了斗志 我不能输 然后导演给了建议说 宋老师是不是在镜头面前不好意思回应 你假装跟她说摄像头关了 温丽叹了叹气 端起一盘洗好的水果就走进了房间 随后假装关掉摄像头 宋妍问道怎么关了 温丽心虚的坐下说 现在也很晚了就关了呗 然后笑名立的问宋妍吃水果吗 温丽一下躲开 殷勤的说着我喂你吃 然后拿起一块苹果地到宋妍嘴边 吃进去的时候 只见与嘴唇有了轻微的碰触 宋妍摸了摸嘴唇 这时温丽凑过来 现在该哥哥喂我了 节目组那边要笑叉气了 宋妍无奈的说你叫我什么 温丽疑惑的说哥哥呀 这难道不是撒娇大杀气 还是说你比较喜欢我叫你老公 宋妍努力的克制着自己 可温丽并不知道 就顺势倒在了她怀里 蹭来蹭去地叫着老公哥哥 宋妍猴结微动 心中的燥热已经按耐不住了 一下打翻了水果盘 半身将温丽扑倒在身下 压住她的两只手 把脸贴近了脸 一脚跨过了鸭绿江 问到小假惊 关了摄像头想干嘛 娱乐顶流小花被老公按压在身下 小假惊 你关了摄像头到底想干什么 温丽咽了咽口水 羞红地看着宋妍说 就人家想吃葡萄 可是宋妍此刻满脑子都是开火车 一边说着我看你是欠的 一边慢慢地聊起了她的睡衣缓缓向上 然后低下头摸着温丽的下巴凑了上去 还差0.0001秒的时候 温丽慌张地说 我没关摄像头 宋妍瞬间僵硬地停住了 节目组导演马上远程把摄像头关闭了 然后异常兴奋地说 明天就要剪出预告片 后面两个字迹的消音 宋妍捂着头十分尴尬地说 你搞什么 温丽委屈地抱着腿 节目组说有摄像头 怕你不好意思回应 所以我就 宋妍无奈地叹了叹气 自作孽不可活 温丽凑到跟前问 宋老师 你还好吗 宋妍大笑着扒拉开她的脑袋说 好你个头 然后起身去收拾刚刚掀翻在地的水果 温丽看着宋妍态度变冷淡了 就焦急地问她是不是生气了 宋妍不忍心 便回过头温柔地说我怎么会生气呢 温丽这才开心地在床上撑起了懒腰 第二天 人间有你节目发出了预告片 网友们炸开了锅 纷纷猜测宋妍最后到底说了什么 毫无疑问又占据热搜前三 竞争对手郑雪看到后 气得直接把手机丢给了她老公 并叮嘱她到了现场一定要配合她 另一边宋妍和温丽也在去往现场的路上 车里面温丽振奋着精神 一定要把郑雪他们压在脚下 还殷勤地拍宋妍马屁 说你是最佳男演员 我相信你的演技 宋妍误以为 她是对之前的绯闻男主与情味了 便问到两年了 你还没忘记她 温丽激动地说 肯定啊 怎么忘的鸟 但是她心里想的是被冤枉成小三 怎么能忘 宋妍一脸不高兴地撇过头去 温丽立马说你当工具人觉得委屈了 宋妍撇了撇她 我太太把我当工具人我不该委屈吗 温丽看着宋妍的态度 失落地说道你是不论一帮我 回忆起两年前的情形 难道宋老师嫌我小气气愚愁 可是我当时被骂得多惨 宋妍见温丽不作声地侧过了头 她不愿意自己老婆不开心 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着我没有不愿意 她得意地炫耀我老公话少活好 一晚上我三天下不来床 只为了气死对手挣血 温丽和宋妍闹着小脾气到了节目聚会现场 参加聚会的嘉宾分开落座有说有笑地聊着 这时温丽可怜兮兮地作着筷子 看着小助理嘴巴里的小龙虾 于是小助理偷摸地夹了一个放他碗里 就吃一口没事的 温丽开心地两眼放光正要放进嘴里时 对面经纪人丹姐咳了一下 温丽瞬间将着停住的动作 丹姐就开始疯狂输出 句句刺向她 吃一个就有第二个 以那缠镜一晚上吃五斤 明天拉肚子别装可怜 健身房照样去没三小时不能出来 于是温丽默默地放下的小龙虾 旁边的男明星们正聊得起尽干杯的时候 宋燕偷瞄了一下老婆 看着她那小馋猫样子 不由地被逗得笑了笑 聚会结束后 喝得有点微醺的温丽细精上身 委屈地对小助理说 温恩 我好可怜啊 我一个女明星赚那么多钱 想买什么大牌买不到 却连几十块一斤的小龙虾都不能吃 我一米66.3的个子 96斤 网上就说我胖了 就他们瘦 他们连骨灰带盒夹起来九斤六 小助理连忙提醒她文明发言 然后继续干大地开着车 看来她不只是微醺啊 到了酒店小助理说买点解酒片 温丽扶着电梯摆准手 这点小酒要什么解酒片 这时电梯门打开了 迎面站着的是郑雪夫妇 双方都愣了一下 随即郑雪立马挽住了老公陆明嘚瑟了起来 可是陆明却一把拉住她 说着我们等下一趟吧 郑雪不愿意了 难道你心虚 温丽得意地看着他们 到了房间锁在楼层后 他们四人前后走出了电梯 气氛异常诡异 都在压着怒火 突然郑雪回头叫嚣道 你怎么这么让人讨厌 温丽闭起眼深吸了一口气 问道你要炒事吧 正好我没吃小龙虾一肚子火 只见他扶了扶眼镜霸气回怼道 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郑雪气得咬牙切齿 还没等他说话 温丽继续说道 节目组投票第一是我 没我红就闭嘴 你和你老公没红到 还能被我赏脸蹭热度的程度 郑雪气得浑身发颤 完全不管路鸣的劝阻 立马破口大骂 你上胆地倒贴我老公 也为难宋燕不怕头上绿油油 说到这温丽就更生气了 就你老公 他给我发现暧昧信息 要不是当时在合作炒CP 我早就拉黑了 就你觉得他是什么香伯伯 我家宋老师比你老公强一百倍 比他帅比他会赚钱 我又没瞎会到天你老公 郑雪气得喊道 你们是协议结婚又不是真夫妻 温丽得意地笑着说 谁说我们不是 紧接着踏了一下脚插着手 傲娇地说我们宋老师 话少不好 一晚上我三天下不来床 你老公行吗 他们原地惊呆了下巴 然后郑雪被陆明强行拖走了 温丽得意洋洋地撩起了头发 转身走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个人 宋燕提着打包的小龙虾站在后面不远处 女明星们之间互撕 就扬言自家老公一晚上可以让他三天下不来床 话音刚落一转身 就看见老公的死亡凝视 随后两人回到酒店房间后 温丽戴上了墨镜 掩饰着心里的紧张 然后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宋燕放下小龙虾 淡定地回答道 几分钟前啊 于是温丽猜测着 那就有可能没听见刚刚的话 但这时他笑了 温丽又急着问 你到底听见没有 他故意装傻般的演戏 听见什么 温丽略有尴尬 就我和郑雪的吵架内容 宋燕假装回忆着的样子 他低了低头 从墨镜的上面偷看他的反应 谁知宋燕伸手摘下了他的墨镜 直视着他说我听见了 温丽羞耻地想推开宋燕赶紧溜掉 慌乱中自己的脚步小心淡了一下 宋燕一把拉住的即将摔倒了他 然后两人不出意外地倒在了沙发上 相互直勾勾地看着对方 气氛正浓时温丽委屈地说 你是不是男人啊 搞得宋燕一脸猛逼的差点想歪了 他气鼓鼓地继续说没有工度 就算听见了也要说没听见了 宋燕抬手敲了一下他额头 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 随即起身拆着外卖包装叫他吃小龙虾 听见小龙虾他瞬间两眼放光 马上坐到宋燕旁边炫了起来 吃着吃着眼睛挑到了袋子里面 少有少辣的备注单和解酒片 似乎有被暖到的感觉 就把小龙虾推了过去叫他也吃 宋燕看着愣了一下 温丽见状就又补了一句 你不想吃那就算了 他拿起一个说道 你的嘴是什么做的 怎么那么硬 晚上洗漱完 看见温丽已经睡了 于是想挑逗一下他 就凑到他耳边说 想试试三天下不来床的感觉吗 温丽瞬间惊了一下 然后马上捂到枕头里 我那是气正学的 你以为你真那么厉害啊 宋燕自信满满 三天不行一天还是可以的 温丽羞红着脸撒娇的说你走开 他摸了摸他的头 我本来以为你见他们会难过的 他茫然的回过头 我为什么要难过 你不是喜欢陆明吗 啥玩意啊 哪个营销号造谣 我给他发律失寒 宋燕思索了一会 还是有点疑惑的问道 不喜欢他 那两年前在化妆间你哭什么 明星夫妻参加综艺 被粉丝调戏原地射死 宋燕问着 那两年前在化妆间你哭什么 我为什么哭 温丽想起过去 有点不愿意谈论 谁还没个年少玻璃心呢 宋燕不明所以的 所以你喜欢过他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温丽一脸猛逼 心想着不是 我没有啊 他叹了叹气 睡吧 帮他拉起被子 转身关灯后说着晚安 但是心里十分的落寞 没有在说话 温丽越想越不对 越想越气不过 咬着牙 一出溜就爬过宋燕 怒视着他 他闭着的眼 惊得一下睁开 看着他的样子有点害怕的问道 这是干什么 温丽怒吼着 或有女朋友还跟我吵CP 吵作之前 明明问过他是否单身 转身躺下继续叨叨 他跟别人地下情 可我被骂小三大半年 要不是那时我事业不稳定 不好直接撕 我早给他打成残废 说完看向宋燕 你也不相信我 他靠了过去 我没有不信啊 温丽不好意思的往后退 忽然 啊的一声 他消失在了床上 宋燕慌张的赶紧起身开了灯 只见他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 他愣了一下 然后发出了嘲笑的声音 温丽气地爆粗口 笑得屁爱你 随后宋燕从地上抱起 他放到床上 温柔地问道 摔着哪里没有 废话 我可能脑震荡了 他马上给他揉起了头 见温丽一只手揉着屁儿蛋 他直接伸手过去 被他不好意思地躲开 宋燕没有理会上手 就按了起来 在他耳边说着没必要害羞 我也不是没摸过 对了 我被网爆气哭的是 你不要跟别人说 要不然骂我的黑粉 知道了就骂得更欢了 宋燕心疼到骂得很难听吗 他马上笑着 没事习惯了 也有很多粉丝爱我的 他一把搂住他 都过去了 第二天 人间有你综艺现场 宋燕温丽 郑雪陆明等明星夫妻 开心地给大家打着招呼 经典游戏你话我猜 第一组宋燕和温丽 他着急地两只手扑腾着 鸡飞蛋打 回答正确 下一题 他看着纠结了半天 他在对面疑惑着 怎么还不比划 要到时间了 他单大地表示我做不出来 要求换下一个 话一出遭到全场粉丝的反论 不能换 温丽要教着是我做游戏 还是你们做游戏啊 这时台下的粉丝纷纷喊道 人家想吃葡萄 宋燕笑了一下 小打惊 对 全场粉丝欢呼着 都举起了严厉灯牌 叫着小打惊 温丽不好意思地抵着头 尴尬得原地射死 顶流明星参加夫妻综艺 被粉丝呼喊小打惊 原地射死 温丽撒娇地转过身 哼 走了 不路了 宋燕牵着小手呆萌地跟粉丝say bye bye 主持人调谈编导 你看看你出的题 把温丽都气走了 那粉丝们喜欢啊 台下粉丝都在激情热烈欢呼着 化妆间内温丽在准备着下一个环节的妆发 影视剧经典片段重现 她正看着片段的剧本 不由得心中意景还有吻心 随即问着编导 这剧情要求真亲还是假亲 都可以的 但观众肯定想看你们真亲 温丽傲娇着 那我必不能真亲 就不给他们看 叫他们笑话我 这时敲门声响起 温老师该上场了 台上聚光灯亮起 两人的身影映入眼帘 一个清冷大家闺秀 一个民国军阀大少 真是绝了 纪念全场 大哥 我不想留在这了 我想回去找爸妈 他一把拉住 你回去爸妈还让你出来吗 那我怎么办 小妹 你不要大哥了 我是哪里做的不好 他们两人四目相对深情款款 主持人和台下粉丝鸦雀无声 安静等待 温丽扭头含泪说道 你睡觉打呼噜太吵了 一秒 两秒 第三秒 粉丝们纷纷大笑了起来 宋妍这才回过神来 心中感叹 上综艺 确实她比自己厉害 立马附和着 那你睡觉磨牙 我说什么了吗 随即一把按在墙上 逼个东 观众期待着是吻戏来了吗 只见宋妍宽大的身体遮挡住了温力 侧着脸逐渐靠近着 随后两人尴尬地分开 吃瓜第一人的主持人 立马上去问 亲到了吗 宋妍轻轻咬了下嘴唇 没亲到 难得老婆主动贴贴 三立夫妇参加人间有你的节目录制 刚刚演完民国大戏经验全场 主持人吃完瓜之后 宣布了最后一个环节 那些生活中的小确幸 嘉宾们各自带来了 心中觉得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先让观众和嘉宾一起猜猜分别是谁的 互联刚刚掀开 台下的观众就纷纷抢答 是美人和三立家的 之前拍摄家里的时候有拍到过 温力略有惊讶 你不是吧 把我爸的话扛过来了 没有呀 这应该不是家里的 谁知这时正学走上前 抬手介绍着 这是我和陆明结婚时 从一个收藏家那高价买的 国画大师徐时茂的话 并且还故意强调 他只画过一幅十六图 是独一无二的 主持甘大地笑着调坦观众 你们一直喊 我都被带偏了 正学表现得一脸惊讶 啊 这话确实是只有一幅的 转头看向温力 我不知道你加油 可能是临摹的 要不我换一个纪念品吧 还委屈地道着歉 我不知道会弄出个乌龙来 主持人松了口气 郑老师想得真周到 当天节目录制结束后 回去的路上 温力气鼓鼓道 他肯定是故意的 我家绝对是真的 而且还挂在客厅那么显眼 我不信之前播出的节目 他没看 看着正学粉丝的评论 越想越气 要不是你拉着我 我当时就跳起来骂了 他拿着假的还倒打一耙 我现在联系鉴定师 一看时间太晚了 鉴定师和爸爸应该都睡了 看着正学在小小博上 发布的最新动态 起诉完坐在床上的 温力气得丢了手机 再看看阳台上的臭男人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 还这么淡定地打电话 哼 气死我了 难得老婆主动贴贴 宋妍去傲娇扭头 哼 想得美 第二天醒来 第一件事就问宋妍 你看小小博了吗 我经纪员帮我处理没 都解决了 昨晚来不及认证 是我直接联系 小小博官方先加上的蓝笔 之后你爸爸那边的负责人 会接管这个小小博 温力呆滞着 没想到只是睡了一上午 这网上就如同过了个年 那这个声明是 我写的 温力瞬间变脸 宋老师 你是天使吗 不是 我是你老公 吃饭前先去洗个脸 温力看着宋妍思索着 联系我爸 开认证写声明 这效率 难怪昨晚一直在打电话 我还生闷气误会他冷漠不管我 于是扭扭捏捏地说着 宋老师 谢谢 可逗逼的本质还是逗逼 他立马拍着胸脯说 你想要什么回礼 尽管说吧 我有钱 我不缺钱 好吗好吗 那你想要什么 内心OS 总不能要个吻吧 太土了 那你亲我一下 温力当场实话 看着凑过来的老婆 感觉奇怪道 你怎么不拒绝 你平时难道不应该是 说着学起了老婆的样子 哼 想得美 憨笑着 今天怎么这么听话 敢笑我 你没有谢礼了 我洗脸去 不过我生什么气呢 有时候自己也理解不了自己心思 再问你一次 你真不要谢礼了 宋言道 不用了 三立一脸傲娇的 好 那随便你 转脸进了洗手间 看着镜子里略有落寞的样子 我在失望什么 随机于光从镜子里看见了跟着进来的宋言 有事 宋言走到她身后对着脸就是一个揪咪 你是我太太 难道亲的脸还要找借口 温力修红着脸 我还没洗脸 不讲卫生 那么画家和温力是什么关系呢 小编在评论区等大家 上一秒刚刚吻了亲亲媳妇 下一秒就闹起了脾气 第二天 Gary娱乐公司内 经纪员丹姐正在给温力介绍着男团选秀的餐会名单 刚好碰见了小师妹往这边走着 许兴月 温力师妹 当红女团C位成员 师妹 你也来开会啊 可是许兴月都不待看她的 静止走过 温力单大地举着手 丹姐没好气地说 去年在公司碰见都拉着师姐师姐的 这才红了一年啊 温力低眼看了看 谁让她运气好 吃上了爱豆的红力 走哪都被人捧着 说吧就转身进去开会了 会议室内 张总在给他们介绍着风训的老板 温力礼貌地握手 李总 希望这次我们合作愉快 许兴月也跟着打招呼握手 谁知还转脸笑嘻嘻地叫着温力 师姐好 温力见状立马内含了起来 微笑地道 师妹的嗓子原来没坏啊 这一下二位老板都看向了许兴月 他赶忙解释 我嗓子没事啊 那估计是你忘了戴影型吧 要不怎么刚才跟你打招呼都没看见呢 许兴月赶紧顺着话说 对不起 师姐我真忘了戴 充信的李总笑呵呵地说着 你们姐们气氛真不错 到时候节目里卖一波姐妹情效果应该可以 老板则不越道 要是近视 就把这两个月通告撤了去做手术 免得哪天连看到我都不知道打招呼 许兴月吓得连连点头 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记得戴 开完会后张总把温丽一个人留在了会议室内 你刚当着李总的面内含许兴月干什么 他最近很受风讯那边跑 你是嫌资源太好想抛点出去 温丽小嘴一嘟的 那你刚刚还帮我说话干什么 谁叫你是我最大的摇钱树 我总不能为了他得罪你 温丽微微一笑 对了 你老公最近有空吗 你跟他说说去当一期飞行嘉宾 正好也联动下你们那个夫妻综艺 温丽不情愿的 你直接找他经纪人谈不就好了 他老婆在我面前 何必大费周章的求别人呢 温丽那路难色心想着 我说了他也不一定会来 张总凑近了过来 今晚敲定告诉我 晚上回去的车上 温丽还在为张总的事不知怎么开口 小助理心领神会般的说道 张总说让宋老师当飞行嘉宾的事 你和宋老师说了吗 见宋燕不作声 温丽补了句 宋老师 刚刚我助理的话你听到没 你有空吗 没听到 三个字干净利落 多一个字都不但说的 他刚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那我说话你怎么听得见 你耳朵里装了个玻璃器吗 宋燕瞟了一眼 没装 温丽刚要上手去扒拉他的耳朵 宋燕一把抓住也没有说话 就是看着 他挣扎的想要抽出自己的手 宋燕似乎有点生气了 松开他的手后 埋怨的说着 总借别人的嘴巴跟我提要求 一脸落寞的感叹 到底谁才是我老婆 温丽夫妇因为选秀节目 当飞行嘉宾一事在车上闹别扭 宋燕落寞的说着 到底谁才是我老婆 随后两人都沉默不语 转眼来到为你成团的第二季节目现场 工作人员敲着门 温老师你好吗 好了 开门进来的工作人员顿时呆住了 温老师你化爱豆妆真漂亮 还在感叹节目流程里 没有让他表演的环节太浪费了 温丽笑咪咪的对夸赞表示感谢 随即拿出手机咔咔咔咔 看来他本人也很满意 还把照片丢到小助理和经纪人的群里 正准备发给宋燕的时候手停住了 似乎想起那天在车里闹得别扭 然后工作人员说着要上台了 先把手机给他保管 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但是发送成功了 台上主持人一一介绍着导师 Starry Tears新类组合的许兴岳 一代大师姐现在以导师的身份重回这里的 然后有请首席见证官 他年年热剧不断 塑造众多经典角色 还作用粉丝千万 温丽温老师 各位就座后 是导师的表演时间 先燥热起来吧 许兴岳一顿狂跳 Ending pose摆完后 还卖萌的问观众我的表演 没给上一届丢脸吧 台下粉丝也是摇旗呐喊的说没有 谁知既吃不既打的他 在台上突然call温丽 温丽姐 你是首席见证官难道不露两手 温丽一下被搞得手足无措 因为彩排就没有安排他表演 许兴岳继续说着 首席见证官肯定实力不凡 还和观众互动了起来 大家和我一样想看温丽姐露一手对不对 温丽有些尴尬但还是礼貌的微笑着 解释说我没有准备啊 可以freestyle啦 世界你就跟着曲子随便跳两下就行了 温丽无奈地吸了口气 既然这样 那我盛情难却就只好现丑了 随着音乐的响起 温丽明心尽气 走你 一个女朋友妹妹跳的是德西应手 身上的裙摆也跟着力动 最后一个结束动作又甜又撒 还有一个wing 台上顿时都在呼喊着温老师温老师 而导师席的许兴岳却面固有点抽搐 节目结束后 后台的工作人员都在夸赞着 没想到温丽吸引得好 跳舞也这么厉害 小编心想三力 可是用一曲苏位震过千万粉丝的人 这时气愤不已的许兴岳准备离开 却被拦住了去路 师妹 你很厉害啊 台本说改就改 温丽在一档选秀节目作为首席见证官 却被同门师妹故意刁难临时现场跳进女团舞 节目后台温丽拦住许兴岳 师妹你很厉害啊 台本说改就改 许兴岳立马把锅甩给导演 我只是给导演提了个建议而已 他也没反对 温丽挑了一眼在旁边尴尬的导演 吊待节目也要提前说呀 一开始说不用准备 现在又来这么一出 许兴烈是不关己的哼着小曲转身走后 温丽没好气的看着导演 温老师实在抱歉 我也不是要为难你 只是他背后有人跑 我不好得罪 温丽不禁感叹道 原来如此 靠着关系一步登天的谁还想踏踏实实走路呢 转头来到录制现场 节目继续 温丽看着下一组练习声名单有些许惊讶 各位导师好 我叫徐丽 哈哈 嘴上说着你的外形不错 心想的他怎么在这里 录制大楼的侧门 温丽在车上看着手机里发给宋燕的照片 没有得到回应 本想质问他怎么不说话 可是又生气的删掉了 把手机往旁边一丢嘴里嘟嚷着 我节目都录完了他还不回我 这时车门开了 一个男人准备上车 他翘着二郎腿说着 你来这个节目怎么没跟我说 温丽一把撸掉他的帽子 我跟你说 你谁啊你 小崽子跟姐说话态度好点 流缩着小崽子的头 你不是学古典吉他的吗 来这干什么 徐丽无奈的叹叹气 公司说现在纯音乐没钱赚 建议我来这些西点儿粉 温丽不爽道 那你干嘛不跟我说 瞧不起你姐的人脉是不是 你靠你自己走到今天 我也能 要不然我早找百森哥和宋老师了 我看你是欠奏 咱俩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已经圈第一个不想找我 反而想着去找那俩男的 我听爸说了 你这阵子不太平 我不用你操心 我先走了 徐丽身子刚伸出车外 一把就被拽了回去 来自血脉的压制 好好录 别给姐在那99个练习生里 找个男弟洗回来 小崽子一出溜的赶紧跑了 还不忘送温丽一个钟指 都11点了 宋燕怎么还没回来 温丽洗完澡独自站在窗边 这时听见外面有动静 是回来了吗 赶紧去开门 怎么还不睡 怎么才回来 我和百森出去喝酒了 说着眼睛挑到了摄像头 他关了没有 温丽拍着胸壶说 当然关了 有小嗲精事件后遗症的宋燕飞 得自己检查才放心 温丽看着桌上的手机 心想他之前是没有看消息吗 还是说喝酒的地方信号不好没收到 这时温丽看着手机默不作声 宋燕转过身准备跟他说什么的时候 温丽举起手机 好啊 你不回我消息 却偷偷拿我自拍当屏保 我画的妆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到你连万年的默认屏保 都换成了我的照片 没关系你不用不承认 好看你就随便用 啊哈哈 宋燕就看着傻媳妇表演 这时手机突然有消息提醒 宋燕接过手机 看见消息迟疑了好几秒 温丽似乎开始管老公了凑了过来 谁啊 大半夜给你发消息 居然是许兴月通过其他人 拿到宋燕的联系方式 现在来添加好友呢 温丽有点生气的说 有人加你 还不同意吗 你半夜加我老公微信 很打扰我们夫妻夜生活知道吗 晚上温丽发现宋燕手机屏保 老师自己的照片 正在得意地说着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好看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 一看是许兴月的添加好友申请 宋燕把手机递给温丽 既然是你的小师妹 那就你处理吧 你让我来处理 那我可是会直接把他骂哭 你确定吗 宋燕笑了笑 温老师骂人什么时候 需要跟我汇报了 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 他的套衫是谁 万一是什么圈外大佬 那我惹祸了 我舅舅立马就有借口 把我拎回家了 宋燕拍拍老婆 安了安了 他的靠山不是圈外的 是郭导新收他做了干女儿 只是没想到郭导这么上心 连我的私人微信都给了 温丽拿着手机看了看 那我倒要看看 他想跟你说什么 于是通过验证 几秒钟一连串的新消息 原来是宋燕之前 推掉的一部仙侠电影 女主是他 他想跟宋燕合作 还发那么多卖萌表情 不想费力聊天的 温丽一个语音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的许兴月 激动地坐了起来 满心期待地接通电话 你好宋老师 是我 许兴月立马僵硬地裂开 温丽毫不留情地 开始收拾这个小师妹 你是不是找了靠山了 就觉得可以踩到 我这个没靠山的头上了 走后门就要有走后门的自觉 不要当作炫耀的资本 师姐 你没证据请不要乱说话 姑妻狂磨对了回去 那我说的算不算证据 宋燕一边说着电影我不会接 我卖郭导面子不好 明面拒绝正好你替我转达 一边帮老婆拉着被子 许兴月也只能识去地表示 那对不起打扰了我先挂了 温丽突然说着你等等 隔着屏幕都感觉许兴月确实吓一跳 一半夜加我老公微信 很打扰我们夫妻的夜生活知道吗 然后挂断拉黑地手机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宋燕转身就去洗澡 还叫温丽准备一下 我准备什么呀 夫妻夜生活呀 温丽顿时羞红了脸 我那是 第二天温丽看着网上的信息 夸赞着单姐的公关速度 还好你昨天没被坑到 张总跟我提过说许兴月红太快了 有点看不清路飘了 张总 就你下个月慈善晚会的礼服 那条法国运来的高定 许兴月后来带人去了 非要试试那条裙子 人家品牌方那边当场就拒绝了 就因为这是张总跟我说起她的 温丽气不打一处来 叫着小助理掉头 我们去店里试衣服 KK高定服装店 上次许兴月来你们没给她试这件 后来她有试别的吗 后来许小姐试了另外两件礼服 我今年还有好多红毯要走 我师妹眼光不错 那两件给我先看看 你们再给她挑挑别的款 小助理在旁边竖着大母哥 牛娃姐 她抢你一条 你抢她两条 哼 许兴月把手机重重摔在了地上 温丽不但把穿着礼服的照片发给她 还不给她回嘴的机会直接拉黑 好看吗 我三里老婆绝了 此发三里绝到哭泣 温丽看着自己子发跳舞的热搜 开心地在床上滚来滚去 满意的走路都是一蹦一蹦带踢腿的 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两小时前看你睡觉就没进去 温丽凑近了脸问着 那你看到热搜没 什么热搜 内心OS 当然是我的神级直拍的热搜啊 没什么 我随便问问 另一边监控室里导演十分惆怅 一个以为在睡觉 一个以为他不在 一下五个做个的什么素材也没有 这时剪辑师忽然喊着 导演 我把画面放大了 你快看 看着屏幕的导演泪流满面 喜极而泣 碰哭流涕终于有素材了 三丽和美人在家也终于合体营业了 有着上次直播经验的温丽戳了戳宋艳 小声的说着记得谢谢粉丝礼物 宋艳顿了顿 谢谢 叫做三丽美人一碗几次送的一百个深水潜体 在旁边的温丽刷得一下脸红 怎么又是他呀 然后测过身交着宋艳 以后这种ID不要念 直播间会被封 转脸就气鼓鼓的对着直播间的粉丝说 你们都成年没有 说话这么不健康 老娘八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看你们对得怎 前面的奶奶你都八十了能不能大胆点 这个爱 这时忽然有人问他们 有没有看节目组发的预告片 两人一起呆萌的摇着头 要看吗 看吧 只见预告片里的温丽一直在夸赞着自己的神颜 翻来覆去的看着自己 而宋艳这边更绝 剪辑师放大她的手机屏幕后 她竟然都是在看温丽的直拍 而且一遍看不够 反复的刷着 给夸奖老婆的评论一个个点赞 把说要抢老婆的评论通通举报 这一波操作连温丽本人都惊呆了 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宋艳此刻的心情应该想把剪辑师给K掉掉吧 晚上两人在床上温丽刷着手机 不然看见了宋艳转发的预告片 想不过踹了踹她 你不是说没看热搜吗 我有说吗 跟我装试一试吧 每天热搜那么多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哪个 你就是想让我看你的热搜 咋地不好意思说 温丽一下背对的没话说 看着背过身的宋艳气不打一处来 刷着一下掀了她的背 转身坐了上去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看我的直拍视频 两人继续争论着 难道我不能看吗 那你为什么还刷那么多遍 还点赞和举报我的粉丝 你是我老婆 我做这些有问题吗 温丽气得一下扭着头 邪义的而已你还当真了 宋艳扶住了她的腰 温老师你再不下来我就当真了 此时的三立还得意地说着 你能把我怎么样 宋艳双手收紧用力一个翻身 压着温丽挠她痒痒 你还说吗 不说了我真的不说了 见她求饶了宋艳停止了动作 轻轻拍了拍她的小脑袋看你还敢不敢 温丽突然认真地问着 上次你用我自拍当屏保也是一句话不说 你是不是 我的眼粉呢 宋艳羞涩地把头埋进了温丽的颈窝 我大概 发情了 就在昨天人间有你录制的房间内 导演说着 我想问下两位老师对彼此印象最深刻的影视作品是哪一部呢 不能是合作过的哦 温丽皱了一下眉 我们 合作 开玩笑呢 我们可是从来没合作过的 如果一定要选个印象深的 那就陌路狂途吧 那我就选九重碎玉灯 温丽惊了一下 她竟然看过这部 好的 那两天后的外景任务 就是刚刚你们说的作品为内容 一起演一句终名场面 第二天 温丽夫妇在家提前对戏 温丽纠结地看着剧本 你那个怎么都没有啥男女对手戏 我难道要演男的 那要不先看看你的仙侠剧 说到这温丽有点尴尬地问 我那么多剧 你怎么偏偏挑这个呀 宋艳笑眯眯 因为印象最深刻呀 说着按下的遥控器 电视上蹦出了九重碎玉灯的片段 温丽震惊地抬起头 一把抢过遥控器按了暂停 怎么了 温丽略有尴尬 我真演不来了 当年演这个都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既然以前可以克服 现在怎么不能克服 温老师要有自信 主要是情节太羞耻了 你要担心的话 我们先试着演一下 宋艳笑眯眯地说着不给他们看 然后关了摄像头 摄像组的导演气到冒烟 呜呜 我的收视率怎么办 温丽看了看剧本 我们开始吧 一只发情的雪雕刚刚化作人形 满脸羞红地喊着道长 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抓着道长的衣摆 你帮帮我吧 道长咬着牙转过身去 你忍忍吧 雪雕缓缓起身 贪软地挂在道长身上 忍不了了 我现在血气上涌 你不帮我 我会死的 道长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你们修到的人就人是积德呀 我在帮你积德 宋艳的手在三立背后犹豫着 最后还是忍不住抱了上去 宋老师你演错了 这里是要推开我 宋艳努力地克制着自己 我觉得我不适合演道长 温丽拍拍后背 没有啊 演得很好 那隐忍又禁欲的表情跟真的似的 宋艳一下收紧了双臂之间的距离 抱紧了温丽 一日 温丽在车上看着粉丝对小剧场的评论 为什么别人都是甜甜蜜蜜 我们三立夫妇就是拿枪护队 听说是另一个现在不能过什么 啊 三立还演过不可描述的剧吗 温丽心中想着 我可是正经演员了 说到正经二字 温丽微微皱眉 回想起昨天宋艳把她抱紧后 你怎么了宋老师 宋艳吞吞吐吐吐的说 我大概 然后羞涩地把头埋进了三立的紧窝 大概 发情了吧 原来是发情了呀 等等 你在说什么 我好像发情了 在宋美人说出虎狼之词后的第二天 慈善晚宴现场 温丽一声高定礼服挽着宋艳走了进去 阿燕 阿燕 王老师好 阿燕 你太太今天很漂亮啊 有没有兴趣和阿燕一起合作电影啊 老师说笑了 我现在还不太能单起大荧幕 还得再锻炼锻炼 你们先坐下说 这时有个人朝他们走了过来 原来是温丽的死对头正雪 宋老师好久不见 他俯下身小声说道 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做这桌 就凭我老公是宋艳 正雪继续讽刺道 你除了靠老公还能靠什么 温丽霸气回怼 你连老公都没得靠 不是比我更惨 正雪被气得甩着胳膊就走了 而此刻在晚宴现场的舞台上 请问下今天来了这么多嘉宾 你有特别想合作的吗 有的 能说说是谁吗 如果是男艺人的话 粉丝会吃醋吗 不是男艺人 是温丽老师 只见弹幕又开始了 不会吃醋 粉丝们都懂的 这时镜头也对准了温丽 他热情地打着招呼 还送上了小爱心 寒寒 你都敢当着宋艳老师的面向温老师表白 宋艳微笑地看着镜头 礼貌又端庄 竟显正宫娘娘的寒养 其次寒连忙解释 我对温老师只有崇拜之情 没别的 上次温老师在综艺跳的舞很帅 有机会我想和温老师一起跳我们团的舞 那要不要你今天现场教他跳一个 温丽一听这话赶紧指了指自己的衣服 今日不宜跳舞 接过话筒说着 等我回家自己先学学 再跟你一起跳 表面笑嘻嘻内心哭嘰嘰 人在台下坐 活从天上来 此刻在二楼的VIP包厢内 一个男人正看着这一切 门口的另一个男人说着 温总 这个女艺人和你是本家姓 要不是嫁给了宋燕 还能叫她上来给你打个招呼 男人听着这话微微皱起眉 随即说到既然她是我的本家 李总就不要拍这种玩笑了 而温丽正在搜索着 齐思汗他们团的舞蹈 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吓得他立马炸了毛 然后挽起宋燕手臂开始撒娇 我们是夫妻 我有那你愿不愿意帮忙 什么忙 温丽举起了手机给他看 见我舅舅和帮我跳你团舞 你选一个替我出面 宋燕毫不犹豫地推开了温丽 我选见舅舅 你确定 你不选后面那个吗 温老师 你在得分近视 我可什么都不选了 他拉着舅舅急匆匆地说要去捉奸 就在慈善晚宴散场后 温丽带着宋燕准备去VIP事件舅舅 却意外看见了陆明和一个女演员 很亲历地说话 因为跟温丽长得有三分相似 所以外号小温丽 到了二楼以后 温丽推着宋燕先进去当炮灰 自己转身说要去洗手间就溜了 在VIP室里 温丽呢 洗手间 宋先生这几年发展得不错 都是托温总的福 托我的福 这客套话说得可真漂亮 既然温总知道是客套话 听听就好 不知道温总找我太太有什么要交代的 麻烦宋先生不要插手我们家的事 我对你们家的事没兴趣 但她是我太太 我护着她天经地义 你护得住吗 比起你这个做舅舅的 至少两年前我做到了 想起十年前宋燕被温家拒之门外 稚嫩的她毫无办法 舅舅轻喝了一声 这个外甥女婿真是跟十年前不一样了 这是宋燕的手机响了 温丽发来消息 有事处理暂时走不开 在洗手间内温丽正在补妆 郑雪怒气冲冲地进来 一把抓住了温丽的手 质问着是不是你把我老公约到二楼来的 温丽不懈地甩开她 要打架改天 我今天这身不方便 拿着一项不服软的郑雪突然委屈巴巴地说 我承认你比我强比我漂亮性格比我好 这一波操作弄得温丽一脸猛逼 下意识地往后躲闪 你被谁浑穿了 你听我说完 我们的竞争一直都是工作上的 但你不该和我老公扯上关系 你觉得你这小三当得丧不丧良心 温丽无语至极 我最后说一遍 我和陆明之前吵CP只是为了工作 而且吵作之前他明确说他是单身 不可能 我明白地告诉你 你老公就是的垃圾 有女朋友还对别的女人是好 除了事就会推脱责任的渣男 那你为什么会在二楼 我在这怎么了 二楼的VIP是你都包了吗 我刚刚看到陆明上了二楼 跟上来就看到了你 你还否认是在这偷偷约会 温丽要被眼前的恋爱脑气死了 怒气冲冲地离开洗手间 一把推开了舅舅的VIP室房门 伸手就说我知道你有办法 拿到二楼所有包厢的钥匙 帮我拿来 舅舅板着脸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舅舅 你的外甥里急需包厢钥匙 来证明没给人当小三 可以吗 舅舅瞬间揍起梅 谁把你当小三 关键时刻就尾巴 温丽 我是你舅舅 你那小太妹的语气给我收起来 宋燕突然也问了起来 你要包厢钥匙做什么 桌奸 他们正在包厢内准备做着羞羞的事 这时温丽拿到万能房卡后 气势汹汹地让郑雪跟着她 郑雪不明所以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 温丽须的一下让她闭嘴 两人捏手捏脚地往里走着 趴在门缝里看见里面一男一女 你是喜欢郑雪多一点 还是温丽多一点 别问那些废话了 赶紧完事我得走吧 谁让你这么急 都忍不到去酒店 你傻呀 这是贵宾室 记者根本上不来二楼 比酒店安全 郑雪不可置信地捂着嘴 全身颤抖地流着泪 这时温丽在旁边小声说着 把手机给我 郑雪递破了手机 你要干什么 温丽一边打开摄像头 一边骂着她蠢女人 郑雪见状立马抢着手机 说到你要是曝光出去录名就完了 温丽回对着 帮你拍证据是因为她恶心到我了 别把你的智障恋爱脑传染给我 你懂什么 要是宋燕变心 我看你只会比我更智障 呵呵 她要是敢变心 我立刻给她就地物理阉割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 把出轨渣男当宝贝 郑雪听到温丽的话后 似乎人间清醒 砰的一下踹开的门 可看着眼前的老公 她崩溃地倒在地上痛哭 陆名利马上前去解释 是这女人勾引我的 我心里只有你 她 她就跟温丽一样 知道我有老婆 就是逢场作戏 听不下去的温丽转身走了进去 我总算知道你两年前 是怎么给你老婆洗脑的了 陆名看着温丽哑口无言 不过今天可惜了 温丽抬起手 踏着一下一巴掌打了上去 可惜今天我本人在场 没让你洗脑成功 打完之后 转身看到依旧在哭的正血 本事无语 但是别人家务事 还是让别人自己解决 温丽回到舅舅VAP室后 放下房卡 转身就想跑 那个 舅 宋燕还在等我 我先 等等 事情解决了 解决了 温卡的事 谢了 舅舅一下愣住了 每次见面恨不得要是 就泄愤的外甥女 竟然说了泄字 不过 今天算紧急情况 不算我靠家里关系 所以你不能逼我认输回家 舅舅无奈叹气 行吧 继续做你的明星吧 有空多回去看看你老爷 哈 好嘞 渣男桌间现场结束之后 这天温丽在地下停车场 突然看见了死对头正血 我已经联系团队在安排了 不久就会将陆名的丑事报出去 那你报呗 提前跟你说 让你准备一下免得被误伤 好的 你现在是不是挺爽 看我遭到报应 那不至于 是你自己恋爱脑 比起你 我更讨厌她 正血突然眼眶湿润 我是 真的很爱她 温丽无语 气得恨不得掰开恋爱脑的 可看看里面长啥样 我不知道你和宋燕 是不是真的协议结婚 但你能这么淡定 只能说明你没那么喜欢宋燕 温丽略带心虚 谁说的 你自己恋爱脑 那要是你抓到宋燕出轨呢 温丽想了想宋燕 然后会心一笑 宋老师不是那样的人 你的态度真看不明白 先操心你自己的事吧 如果你又帮渣男倒打一耙 那就跟他一起打包退圈吧 还有我那么相信宋老师 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我 心里也容不下别的女人 车里温丽看着睡着的宋燕 然后凑了上去 喂 没睡熟的话就睁眼 你的目光吵醒我了 啥 那我不好意思 乖 没事 我不生你的气 谁让我那么喜欢你 心里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 助理别笑 温丽射死 你又偷听我讲话 晚上回到家三里坐着发呆 在想什么呢 啊 就 就想起陆明的事就恶心 那女人虽然比我差远了 但好歹也占了我五官上的优点吧 就非要跟渣男搞在一起 不过生气归生气 我除了教训渣男 骂醒郑雪 我还帮你说了话 是吗 那我谢谢你了 你还不信 我说你绝对不会是陆明那样的人 你不是偷听到了吗 这么信任我 那我如果真出轨了呢 温丽停顿一下 我们是协议夫妻 真出轨我好像也没有理由教育你 宋燕眼神黯淡了些许 拍了拍她的脑袋 睡吧 已经三点了 温丽在床上一直辗转难眠 等等 我刚才的话不就相当于 你出轨也没事 那她要是听了真出轨了怎么办 转身开了灯 啪啪地拍着宋燕 你醒醒 温丽 你到底要不要睡觉的 我说完就睡 三里找了借口说 虽然我们是协议结婚 但你还是不能在结束之前找别人 又觉得自己没资格管 解释着当然我不是要管你 我就是觉得我们夫妻 还是要保证互相的体面 宋燕愣愣愣看着温丽 见状她又解释 等我们离婚了 你想找谁就是你的自由了 这时宋燕的手伸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她 喉蛮在井窝里说着 你说那么多口不甘吗 你就直接说 不许我出轨不就好了 渣男出轨之后 温丽回家跟宋燕谈论起了这个问题 宋燕一把搂过她 你就说不准我出轨就好了呀 温丽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小拳拳捶打着宋燕的胸口 你笑 笑什么笑 哈哈 我答应你 不找别人 反正我可是跟郑雪说了 你要是出轨 我就把你物理阉割 第二天 你还给她留什么体面 看到了吗 她以为你没证据实锤 还是反咬你了蠢女人 温丽看到热搜 气不打一处来 渣男才不会因为你的心软而忏悔 还好我留了一手 转手就发了以前的聊天截图 郑雪也上传了现场抓包视频 从两年前污蔑温丽是小三 到现在出轨被抓 因为两年前的是公开对温丽道歉 温丽开心开心极了 这时突然看见了家里的摄像头 那这档综艺郑雪和陆明 是没办法继续拍了 没想到为了和她赌气参加的综艺 她现在退出了 那我和宋燕还有必要眼下去吗 宋燕端着早餐走过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到今年行程安排到了年尾 有些累 那就把不必要的通告推掉 温丽又陷入了沉思 郑雪退出了人间有你 自己就没有参加的意义了 但是如果自己退了 那她和宋燕就没有一起出席活动的行程了 之后各回各位 等公众对严厉CP的热情消退了 那他们离婚的消息就能顺理成章的发布了 可是我好像 温老师 哎呀 温丽惊得一下思绪被拉了回来 宋燕拖着温丽的头贴了上去 你是受凉了 也没发烧啊 温丽赶紧缩了回去 我没事没事啊 钱是赚不完呢 太累就找你经纪人商量下 决定好吗 累点就累点 不推了 你忙得过来吗 嘿 忙得过来 赚钱使我快乐 温丽开始给自己找理由 我才不是舍不得宋老师 是赚钱让我快乐 赚钱最快乐的温丽 这天在舞团是学习着麦蒙女团舞 这首歌你要表现得像十七八的小女生 羞涩又可爱的 在老师的要求下 温丽几眉弄眼嘟嘟嘴的练习了半天 终于结束了休息会喝了口水 这时手机响了 原来温丽拍了一段发给了小助理 姐你超可爱的 你看我给你剪的视频 温丽看着自己的视频 感觉还不错 挺可爱的 要不发给宋老师看看 那边的宋燕刚刚结束采访工作 就拿起手机回老婆的消息 温丽叫她找个没人的地方 盯着手机看半天也没说好了没 难道不感兴趣 莫及了许久的宋燕回了剧 是给我的福利吗 什么 温丽心中骂骂咧咧 死变态想啥呢 算了不问这个变态了 我问纯情少年去 然后就给弟弟发了过去 怎么样有没有你姐当年的风采 参加为你成团选秀节目的弟弟在宿舍休息 看着老姐的卖萌视频 弟弟脸上的汗从一颗变成了三颗 吐槽的回了过去 祸害我就够了可不要给阿燕哥看 没眼光的狗东西 你知道宋燕不喜欢 我要告发你躲在厕所玩手机 温丽一条条消息炮轰了过去 弟弟还是做的少 还反驳的说阿燕哥和我眼光可是差不多 而且我在宿舍 你以为跟你一样长在厕所里 你出生的时候脑子落在妈肚子里吗 你不知道宿舍有摄像头啊 弟弟刚看完消息 工作人员就推开了宿舍的门 徐力 手机 听了弟弟的话后 他想起了十年前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宋燕在给弟弟补课 自己满心欢喜的穿着一条 觉得很好看的裙子 跑到弟弟房间问好不好看 结果欠揍的弟弟被揍了一顿 他还不死心的看向了宋燕 学长 你觉得好看吗 青涩的宋燕看了看温丽 然后匆忙的移开视线 嘴里还吐出了两个字 一般 弟弟疯狂的嘲笑着 嘴里还说一般就是不好看的意思 气得温丽扭头就走了 可温丽不知道的是 本来低着头的宋燕 在她走后就满脸羞涩的看着她的背影 于是温丽犹豫了下 还是不给宋燕看吧 晚上回到家的宋燕 收到了徐力邀功的消息 这下宋燕更是好奇了 转头看向了睡着的温丽 老婆在台上投出的一个微笑 就让她的心脏砰砰跳 温丽一脸严肃的看着手机 原来人间有你的节目 足请了齐思涵和严准组CP凑事系夫妻 网友们在调谈齐思涵室内 于追星第一人 也有不少网友 看热闹的纷纷艾特宋燕 可温丽看到齐思涵 却想起了那个卖萌舞 这时宋燕从运势出来 看见盯着手机的温丽 她自己也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温丽一把拦住她 就是齐思涵参加的人间有你 你就不要回复了 要不然那些网友更带劲了 随后试探的问道 你一般不看男团选秀综艺吧 不看啊 你想让我看 不想 你就做你自己 温丽心慌的一批 她可不想那个卖萌舞被她看到 时间来到为你成团 男团选秀的后台 温丽正坐着装造 格子短裙 双马尾蝴蝶结 可爱的不要不要的 仿佛回到了17岁 小助理文文说着 姐 要不要拍一张发个博 不要 为什么 这么可爱呢 你不懂 实际是她那颗羞耻心 不想让宋燕看见 这时师妹许星月进来了 师姐准备好了吗 导演催了吗 没有 我就看看 今天宋燕老师会来录制现场吗 不会 你有事吗 温丽一下戒备了起来 她半夜加宋燕微信的事还没忘呢 我没事啊 就是那些练习生希望师姐跳这种情歌告白舞的时候 宋老师在就好了 不过宋老师通告肯定很满吧 也不会为了看师姐跳个舞就特意过来吧 所以你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就是宋老师不来有点可惜 一惊一乍的 你下次说话能不能直接点 许星月黑着脸 怎么宋燕不来她看上去还挺高兴的 温丽站上舞台 深深吸了几口气 心理建设中为了赚钱跳舞有什么难的 轰的一下聚光灯亮起 温丽跳了起来 台上呼声阵阵 可她不知道的是在后面角落里 一个带着鸭舌帽的男人走进来 满脸蠢蜜的看着台上的温丽 那个甜美的笑容 已经让她紧张得慌乱无措 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她依旧记得 都是关于她的 今天温丽在为你成团节目要表演麦蒙女团舞 就在她以为宋燕不来的时候 节目组却悄悄安排的突袭探班 车上节目组导演问着 这个男团选秀都是小鲜肉 宋老师会有危机感吗 除了年纪 我应该还是挺有优势的 有几个练习生和宋老师年纪差不多 宋老师要不要穿穿他们的制服 再跳下他们的舞 宋燕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 过过我老婆还想过过我 宋老师偶像包袱不要太重 温老师多过得出去 那个不适合她的女团舞也说跳就跳 我没有觉得不适合她 想起在学生时代 宋燕在走廊走着 温丽躲在角落突然跳出 张牙舞爪地吓唬她 宋燕一下呆住了 而温丽也是尴尬地停了几秒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原本她是想吓百森的 只因宋燕和百森身高体型 差不多她认错了 宋燕则是宠溺地笑着 你跟只猫似的 你能吓唬谁 温丽生气得嘟嘟囔囔 然后转身走了 接着就撞见了百森 两人打闹着 温丽还被叫醒了一下 现在的宋燕依旧觉得温丽是那么可爱 到了录制现场外 宋燕赶紧下车 带着鸭舌帽从后面进去 就看见已经在表演的温丽 就在看见温丽微笑的那一刻 她慌乱无措 在温丽跳完后 主持人介绍着宋燕 练习生们也是非常激动 宋老师能上台扶一下温老师吗 她跳得有点累了 宋燕走上台 向温丽伸出了手 吓得温丽一下站起来 还往后退了几步 你躲什么 我 温丽拿着话筒半天没说出来 这时台下的粉丝纷纷地喊着 她害羞了呀 女明星现场跳卖蒙女团舞 却被老公看个正着 她害羞地想喊娘 老公紧张得心慌慌 可这却是节目组 特意给她安排的惊喜 宋老师 觉得温老师的女团舞怎么样 歌好听舞也棒 青春有活力 谢谢宋老师夸奖我们团的歌 宋燕满脸宠溺说着 不过跳舞的人更可爱 海下粉丝都哇哇地开始起步 本就害羞的温丽瞬间脸更红了 呼吸探班结束后 宋燕猛地用冷水浇着脸 想要尽快让那颗躁动的心冷静下来 庆幸还好没让她看见自己失态的样子 温丽在为你成团的后台进行个访谈 温老师对于宋老师的探班觉得惊喜吗 温丽一下大住了 只有惊吓好吧 你们为了节目效果就这样搞我 我一想起那画面就受不了 以后我绝对不跳 宋老师不是说很可爱吗 弄弄弄她可是隐蔽 你们都被骗了 她心里肯定笑死了 傍晚到了家门口的温丽扭扭捏捏了许久 终于偷摸地开了门 看见关着门躲在阳台的温丽 她敲了敲玻璃要她开门聊聊 温丽气鼓鼓地说没什么好聊的 你连和节目阻害我丢了个大脸 我不想看见你 宋燕装作失落地叹了叹气 好我走 然后立马转身 嘴角却露出一丝坏笑 一个回马枪 刷的一下打开了阳台玻璃门 把温丽直接对到了护栏上 你要干什么 然不成你想推我下去 宋燕没有回答她反而温柔地笑了起来 近距离的接触直接让温丽羞红了脸 你笑什么呀 宋燕一把乱过她的腰 炙热的双唇直接吻了上去 不如其来的轻力让她有些紧张地挣扎了下 但在10.27秒以后 却是紧紧抓住了她 然而在监控室内导演感觉像错过了一个亿 当时谁负责安摄像头的 为什么阳台没有装 夫妻俩正在阳台玩贴贴游戏 你浓我浓之时 温丽却把宋燕推开了 害羞地说着有摄像头 她的脸已经烫得像360度的开水 俩人没有说话的前后走出了阳台 而他们也终于出现在了摄像头的范围内 导演组猜测着他们是吵架了吗 肯定没吵架 温丽不至于因为一个探班就真生气 我有种强烈的直觉 我们错过了一个亿的播放量 到底是谁漏装了阳台的摄像头 因为害羞温丽一个人躲在卧室一下午没有出去 这石门铃响了 原来是工作人员趁着今天拍摄结束 来补装阳台摄像头的 俩人相互看了一眼 顿时心领神会 尴尬地尬着 害羞地休着 安装完后夫妻俩人笑眠眠地送工作人员离开 直到听到砰的一声关门 宋燕转头看了过去 温丽一个滑步立马退后两米 她只好继续乖巧地整理行李 温丽在旁偷目地伸出了脑袋 见她收拾得差不多后 温丽走上前 宋老师 我觉得你要向我道歉 宋燕一顾不解的道什么歉 下午呀 要不是刚好没装摄像头 你那兽型播出去影响多大 有什么影响 就是光天化日 你对我 对我那什么 宋燕忍不住一下笑出了声 那什么是什么 那会对温老师造成什么影响 温丽一愣 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影响 宋燕露出委屈的表情 那你合作的男艺人也要给你道歉吗 那怎么能一样 那是演戏你这叫占便宜 那好 我为下午的行为道歉 这么快就到歉了 那算了吧原谅你 我先去洗澡了 宋燕一把拉住她 然后按到沙发上 听我倒完签再去 刚刚不是已经到了吗 宋燕摇摇头 还多着呢 除了下午还有以前 上次录节目偷吻你 还有我们第一次喝多了的时候 温丽一把捂住了宋燕的嘴 今天这车是没完没了了 两年前一场酒会 他们都喝多了 温丽一下倒在了宋燕的怀里 这让本就把持不住的 她更加把持不住了 宋燕轻轻叫着温丽醒醒 俩人四目相对气氛暧昧 她迟疑地问着 我可以吗 迷迷糊糊中她点了点头 我不要你道歉了 你闭嘴 原谅我了 不原谅也没法 谁叫你脸皮这么厚 宋燕笑咪咪 知道就好 女人被男人的虎狼之词 说得羞红了脸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宋老师啊 由于之前设置组 漏装了阳台摄像头 导致错过了一个亿的播放量 一直心有不甘的导演发誓 这次一定要拍点东西出来 去通知温老师 让他们准备下药去荣城拍摄了 画面一转 温丽正在家选衣服 准备带去荣城 看着宋燕的衣服 温丽一下有点纠结 宋老师穿什么颜色都还不错 所以你帮我选好了吗 温丽犹豫了一下 那就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吧 怎么感觉像在给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 宋燕则听话地取下老婆收的衣服 刚准备转身去收拾 温丽一下拉住了她 那个 你先等等 帮我也挑挑衣服 一会儿温丽就换上了一套 好看吗 嗯 好看 这一套呢 也不错 那这个裙子呢 都很好看 全戴上吧 那干脆把加班去得了 算了你去睡吧 我自己挑 等等温老师 宋燕拉住了她 你跑来跑去不累吗 就在这里换吧 你在这我怎么换 为什么不能 你说为什么呢 宋燕露出一副委屈样 我不知道 别装 你会不知道 撒谎鼻子会变长的 我鼻子肯定不会变长 但是 宋燕轻轻咬了下温丽的手指 但是其他地方会变 一小时后 俩人已靠在床上 温丽又问起刚刚到底哪件最好看 不许敷衍我 我没有呀 真的都很好看 不行 必须选择最好看的 思考片刻后 宋燕说那还是你录节目那件 你居然喜欢学生装 男人果然都是变态 喜欢学生装就是变态了 怎么不是 化妆师说像年轻了十岁 那就是十六岁 你喜欢未成年的 你不是变态是什么 行行行 那我就当变态了 那变态我问你 我穿那个你不觉得装嫩吗 没有啊 那就是我操的舞不错 显得青春不为和 而且那个舞对我来说太简单 我还会很多舞 等你下次去我跳街舞 老帅了 激动的还踢起了被子 行吧 打地 你给街舞不感兴趣 那你喜欢什么舞 我喜欢 说着说着宋燕越靠越近 低声的男男道 脱衣舞 温利尴尬的羞红了脸 你果然是变态 网友质疑宋美人行动 是不是很快 温利还回忆了下 也没 没有很快啊 三立夫妇到达荣城后 节目组随行拍摄 温老师看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再看为你成团的预告片 是看到自己跳舞很开心吗 才不是 我是被迫的 那宋老师对温老师 跳了这么可爱的舞 有什么想法 有点遗憾 我后来想让温老师 再跳给我看 他怎么都不愿意了 哪有 你明明让我跳的是托 温利突然停住 完了 说了不该说的 哎呀一声叫了出来 咬到舌头了 宋燕看的也是一脸猛逼 三张脸就这样看着温利 是跳托 托把舞 画面一转剪辑师 正在剪着他们的视频 托把舞 说出来也没人信啊 这样吧 给温老师一个面子 不揭穿他 把后面的消音 让观众自己体会 有这个必要吗 就是要让观众 明明猜到了 但是又没有得到 答案的骚动 而此刻在酒店休息的 温利正刷着手机 人间有你的日常也发布了 虽然阳台里面没拍到 但是门口那段 还是被拍了 狡猾的导演 还把漏妆摄像头的事也说了 温利还在得意 真是可惜了 殊不知广大网友的想象力 其中一条弹幕 冷静点十几分钟 都干啥 另一个 那万一美人他比较快呢 看得温利皱了皱眉 哈耶 也没有很快吧 等等 这事 看着弹幕温利不淡定了 发现到荣城后 车上的那段也剪进去了 只听见手机的视频里传出 当时你让我跳的是拖 气得温利丢了手机 下午前往录制现场路上 看着小小伯的热搜 都是关于到底拖什么 哎 什么时候能有点正常的热搜啊 到达现场后 路边已经围满了人 三立夫妇热情地打一招呼 这事人群中突然传出 宋燕你要看温利跳脱什么舞啊 温利刚大地推着宋燕 低声说着走吧 宋燕回头看向温利 拉着她的手 在围满的人群中忽然停住了脚步 然后一把将温利揽入怀里 那是的 秘密 这个女人玩起唐人话 竟然把自己老公都给忘了 人间有你综艺真人秀来到荣城拍摄 今天的主题是发掘荣城之美 每组嘉宾两人需要分开行动 用对讲机交流 谣述周遭环境找到对方 才能进行下一步任务 此刻的宋燕被蒙着眼 微微皱起眉 怎么综艺都搞这么复杂的吗 过了一会导演 喊着宋老师可以摘眼罩了 然而此时身边 除了摄像小哥以外空无一人 这时对讲机传出声音 喂喂 宋老师 听到请回话 over 我听到了 你在哪里 over 我旁边有个大叔 是个糖化摊 周围还有个米粉店 由于温利那边太过嘈杂 宋燕听见的都是很混乱的声音 而温利这边玩起了糖化 大叔你能帮我再画一个名字吗 于是写在了纸上递给了大叔 大叔问着这是你什么人啊 我老公 说完温利害羞的抿着唇 随后一首一个糖化 严厉CP这次是从心里填到嘴上了 温利这不营业的非常到位 还得意的填了起来 这时忽然看见远处大屏幕上的宋燕 哎呀 差点把老公都给忘记了 赶紧拿起对讲机 宋老师我在荣城商场 收到我马上过去 嘿嘿 我手上有写了你名字的糖化 你要是来晚了我就吃掉了 不许吃 那是我的 明明就是我找大叔要的怎么成你的了 因为你也是我的 转眼宋燕就到了商场 我到了你在哪里 四楼 这么多人 你没被认出来吗 是提前清场了 糟了 忘记提醒他了 宋老师没有综艺经验可别一会引起轰动了 你先别进来我下去找你 那个 已经晚了 我已经被围住了 宋燕一下被围得寸步难行 这时人群后面有人喊着 我来了 只见一个狐狸人偶蹲蹲蹲的冲了过来 奋力的从人群中杀出一条路 一把抓住宋燕的手 拉着撒腿就跑 留下被人群淹没的摄像小哥 到了停车场后 小狐狸哈哈哈哈的笑着 抬头看见一脸猛逼的宋燕 这才想起来 当当当当 温力摘下头套甩了甩闷九个的头发 满脸汗水的看着宋燕 是我了 顶流影帝在商场引起骚动 不知所措之时 被狐狸人偶强行拽跑 摘下头套后才发现是自己老婆 就在淡小时前 温力带着八平方的墨镜偷摸的跑到了荣城商场 东躲西藏的躲过了人群 一出溜的跑了进去 节目组导演发现后立马让摄像小哥阻止他 因为没有提前跟商场打招呼生怕引起骚动 摄像小哥尴尬了三秒 那个 他 他进来直接找了工作人员 跟别人合照借了套玩偶服 还需要阻止吗 导演没想到温力还挺贵的 那行 只要不被认出来就行 温力穿着人偶开始在商场溜达 看见自己的海报 不由的感叹咋这么好看 还搞怪的跟海报合照 再看看宋燕的海报 还是没我好看 这时宋燕赶到了荣城商场 你在哪里啊 四楼 这么多人你没被认出来吗 我肯定做了伪装啊 糟了 忘记提醒他了 宋老师你先别进来啊 啊 宋燕 宋燕 忽然楼下传来粉丝的呼叫声 完了 巴比拼了 温力立马往下跑 但是前列已经被粉丝围得满满了 他好不容易在人群中看见了宋燕的身影 朝着他的位置就开始亡理解 这才把他救出来 宋燕帮温力整理着汗湿的头发 温力乖巧的闭起眼 顺便帮我擦下汗吧 看得宋燕满眼心疼 这么热你也不怕中暑 而且视线又不清楚 还在人群里挤 摔了怎么办 温力嘟嘟囔当当的说 我这不是没摔吗 万一呢 那么多人要是踩到你怎么办 见宋燕一直在叙叙叨叨 温力有些失落 我还不是为了救你 对不起 宋燕开始自责 是我给你和节目组添麻烦了 要是你因为我受伤 温力被这突如其来的道歉搞得有点大 那什么 那是你综艺上的少没经验 也不是你的错 大力的拍了拍狐狸人偶肚子 有这衣服 摔倒了也没事的 宋燕终于松开了眉头 温柔的给温力擦起汗 细细 我刚救了你 你是不是该谢谢我了 好的 我谢谢你 轻轻的揉了揉温力的脑袋 谢谢我的狐狸小英雄了 狐狸小英雄救出老公之后 他们一起来到商场办公室 不好意思 给你们商场添麻烦了 两位老师严重了 也没出什么事情 那个网偶服看文老师 喜欢就送你们两套吧 宋燕十分不好意思的推迟着 下一秒 肩上一边扛一个 哒哒哒哒的跟在老婆后面 快点宋老师 我们不能落后了 俩人紧敢慢赶的 终于到了指定地点 温力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接下来请二位通过抽签 选择抵达晚餐场地的交通工具 温力推着宋燕 你去抽 我是飞球 玩游戏从不出SS2 行 这边宋燕在抽奖 向你们摸呀摸 那边温力在双手 何时恶弥陀佛 宋燕把抽出来的纸条递了过去 温力看着结果原地 愣了10.27秒 见温力不作声 宋燕问道 抽到什么呀 看着眼前的三轮车 温力想象着 不管是自己骑宋燕坐 还是宋燕骑带着自己 怎么样动 都好丢脸啊 这时温力忽然看见 商场送的玩偶服 正在准备尝试骑车的宋燕 突然被叫住 宋老师 我有办法了 不一会温力穿着 背带裙狐狸救出来了 宋燕看着自己的功福力 无奈的只能陪着老婆一起 然后宋燕就骑着三轮 带着老婆出发了 一下路边就围满了人 妈妈你看 那是什么 是有什么活动吗 摄像小哥也在车里边拍边校 宋燕尴尴尬的到处张望 温力拍了拍他 安啦 我们戴了头套 没人能认出来 哎 见宋燕没回答温力搜的站起来 你怎么不说话是不开心呢 你没安全带赶紧坐下 大家好 这里是唐谈交通 今天我们来看看那些 不遵守交通规 刚刚什么过去了 我看见了 一只公狐狸骑三轮带着母狐狸 有可能是他老婆 唐警官一边追一边给大家普法 三轮车后抖是不能坐人的非常危险 喂 前面的三轮车 温力一脸猛逼的坐在后面看着 给我停车 宋燕慌张的停在了路中间 温力巴拉着宋燕小声的说 我们 我们是不是闯祸了 顶流夫妇穿着人偶服 登的三轮车在路上溜达 却意外碰见了正在路 唐潭交通的唐警官 前面的三轮车快停下 俩人猛逼的停在了路中间 温力慌张的靠向宋燕 怎么警察都来了 别怕哈 我是亲切和爱的唐警官 两只狐狸中午好呀 吃过饭了吗 喂 正在去吃的路上 耽误你们吃饭了 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叫住吗 温力扶着狐狸脑袋摇头表示不知道 大家看这小狐狸还有点萌萌哒 你们 是夫妻关系吧 对 那我问问公狐狸 这么危险你让他坐后抖 这是你亲老婆吗 温力理直气壮的抢答 我肯定是他亲老婆呀 哎呦 果然是真爱 但是 你老公戴着头套遮挡是也很危险 而且三轮车后抖不能做人 万一出车祸了 你们只能在天做对比一鸟了 都没坐过三轮车的俩人干大的对视 然后乖巧的点头承认错误 不错 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现在把头套取了吧 俩人从未如此默契的都将在了原地 我长得太丑怕吓到你 没事 增技手法的人都漂亮 这时节目组的人上前交涉 原来是录节目 那这是两个明星了 对对对 因为平时没坐过三轮车 所以都不了解 那很好 两个老师把头套取了 之后两个节目一播出 补法面更广了 唐警官 给你添麻烦了 除了手法还得诚实 你老婆还说自己丑不想取头套 那我长得算啥 人民警察美如花 给你点赞把你夸 以后不能把漂亮亲生老婆 放在危险的地方了 记住了 随后温力夫妇换了衣服坐车返回酒店 温力老师 咱们就当免费在交通节目做宣传了 而且这一下买热搜的钱都省了 那也要看是正面还是负面啊 你们省的钱又不会给我 等等 不愧已经上热搜了吧 果然路透已经在网上传开 有人发帖说 看到他们在荣城录节目被抓 更有人嘲笑节目组 不知道三轮车后斗不能做人 赚那么多钱基本常识都没有 真是什么玩意都当一人 学是白上的吗 学历是买的吧 于是温力赶紧联系了经纪人丹姐 回到酒店后 人间有你官方立马致欠自己的粗心 唐警官也表示这是个美丽的意外 感谢严厉夫妇友情反串反面教材 看着不好的舆论及时处理了 温力松了口气 接下来就可以安心直播了 直播开始 温力热情地打着招呼 大家晚上好 宋老师有点小工作马上来 可是弹幕飘得全是让他去看交通节目 看着这几个字温力就觉得尴尬 做好了射死的心理准备点开播放 谁知开屏报机 不利夫妇厉险气 温力着实没忍住 一口水喷了出来 这时刚打完电话的宋燕回头 就看见老婆在咳咳咳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是不是冷 我去给你拿毯子 刚转身就被温力拉住 别拿 你别让我一个人在这丢脸 顶流夫妇在直播间互对 粉丝们决定力推两个闲眼包上热搜 就在三立夫妇荣成录制人间有你时 一场交通规则小插曲 让他们丢脸丢到地球外 在酒店直播的时候 被粉丝强烈要求去看交通节目 温力满脸尴尬的在粉丝的监督下看完了 弹幕里调侃他 女人你的大母哥现在应该抠出三十一厅了吧 温力直接破罐子破摔 哼 我不尴尬 横竖也就这样了 宋老师今天才是人设崩完了 他都没觉得丢脸 宋燕回怼着 我人设崩了怪谁啊 那个 那怪我 我不该说穿网偶符的 温力越想越不对 还不是你抽的三轮车我才会说穿网偶符 所以还是怪你 难不成你想做购物小推车 温力一下被问住了 粉丝却急了 他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东西 剪辑是给我加班 我要看正片 小助理赶紧提醒他们不能再剧透了 金主爸爸会不高兴的 不能说了 等你们看节目就知道了 这是跟宋老师脱不了干系 我脸皮后不怕 到时候就看宋老师丢人现眼 哎呀 宋燕捏着温力的脸蛋 看我一个人丢人现眼 你可真是我的亲老婆呀 这一波整个粉丝们激动坏了 成年人可不能只会捏脸啊 把嘴凑上去 温力的脸刷的就红了 赶紧转移话题开始感谢粉丝 感谢给爷亲一个 我送500个深水潜艇的20个深水 你在做梦 反应过来的温力对着镜头喊着 哎呦 这女的害羞了 送她上热搜丢人现眼去 小助理赶紧打开手机 还真上了 咱这热搜的钱是花不出去了 晚上直播结束后 编导来跟他们商量明天的环节 温力疲惫的躺在沙发上 跟齐思涵聊着天 编导说着明天有告白环节 但温老师的性格估计很难完成 但我们是恋宗 而且咱们的CP粉确实很惨 要不照顾一下CP粉 宋艳瞟了眼已经走神的温力 是挺困难的 编导无奈那我在跟导演商量商量 送走工作人员后 温力问着刚才说什么了 刚才你走神的时候 编导说告白环节不够巧妙 他在和导演沟通一下 温力愚蠢又清澈的眼神看着宋艳 之前的方案是啥 明天我们会去科大 那个学校有条适合情侣约会告白的银性大道 但节目组知道你对浪漫过敏 所以应该会改成游戏环节 为啥 我又不矫情 我可是演偶像剧的 告白还不是随便就来 是吗 那你来一个我看看 看着宋艳的脸 温力却一个肉麻的字也说不出口 宋艳本来也没觉得他能说出个啥 见状就摸了摸温力的头 好了我们不说了 就起身准备去洗澡 等等 温力拉住了他 宋老师 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女人突如其来的表白让男人一下愣住了 不确定的又问了一遍 你说 你喜欢谁 温力羞红了脸 喜欢你啊 宋艳宋老师 男人慌张的一开视线 假装拿出手机提醒着 别忘了明天我们要去大学录节目 温力恍然大悟的说 对哦 那应该是 学长 我喜欢你 宋艳呆呆的看着他半天没有回应 温力一脸疑惑 心想着不是说练习一下告白吗 怎么没反应 难道是我演技差 10.27秒以后 男人才慢慢的吐出几个字 温老师你犯规了 什么呀 我本来想给CP粉一点福利 你说犯规那就算了 反正不营业他们也不会脱粉 你是说 营业 温力憨憨的点了点头 对啊 不然你以为呢 说吧就起身 还是算了 这个果然不适合我 我去洗澡了 男人苦笑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 可我想要的不是营业给粉丝看 而是你真的喜欢我 温力洗漱完后见宋艳已经躺着了 于是看起了自己以前演过的告白场面 当然男主渣男陆明是有点碍眼 突然想到严厉的CP粉那么多 怎么没人给自己和宋老师做混解 再看看评论区 都是在抱怨的 因为宋老师基本不言感情戏 温力看向宋艳小声嘀咕着 还说我犯规 原来是你没经验 男人睡眼惺忪的转过头 你说什么 你还没睡 宋艳轻拧了向温力垂下的头发 你怎么没吹干 下一秒就拉着老婆起身吹起了头发 对了 你刚刚说我没经验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告白呀 你粉丝都说你没拍过 然后得意的递过去手机 秀起了自己告白片段 你看看 什么类型的我都有 还说起了台词 我见到你就欢喜 就紧张 秀 宋艳没有理会在旁边 唧里呱啦的温力 看着手机微微皱眉 然后不悦地按了手机锁屏 你干嘛呀 手机还我呀 宋艳把手机往床上一扔 把温力按倒在了床边 质问着 你给我看这个 是存心想让我不高兴 哈哈 你是觉得我演得比你好 自尊心受挫了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可能性 难道是边上的路鸣 没事没事 我都不介意了 你放平心态呀 宋艳十分无语 你只怕是个傻子吧 婚礼气得一个脑门顶上去 你才傻子 你不光傻 你还蠢 你还白痴 哼 确实 我娶了个傻子 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宋艳 傻子娶了傻子当老婆 傻子不服气一头撞了上去 第二天晚上在录制现场 周年演员夫妻秋红和陈子彤吐槽着 纯情告白这种事 还是年轻人做才有看头 其思涵则借着节目八卦起来 温老是高中 有没有关系很好的男生啊 温丽一下就想到了百森 是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哥们 啊 是青梅竹马 那你们没有发展点什么 温丽赶紧摆手 没啊 但他不可能啊 哈哈哈哈这么急的否认 是怕宋老师吃醋吗 不是不是 心想的那时候宋艳每天跟百森哥在一起 还有啥不知道的 其思涵继续问着 那除了青梅竹马还有别的男生吗 温丽犹豫了一下 没有了 别的关系好的都是女生 其思涵一脸失落 然后转头看向宋艳 那宋老师呢 没有啊 那时候小 不会跟女生打交道 眼神看着温丽 继续说着 有时候面对人 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 怕露馅 所以只能装高了 宋艳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怂了吧 是啊 那时候确实 很没用 我不信 秋红突然说道 你们看着就是一脸我有故事的样子 可不能说谎 我才没说谎 想着自己和宋艳高中认识的是 要能扒出来早扒出来了 一顿八卦局后导演宣布收工了 但是你们在聊会天 我们先收收东西 可是他们不知道录制还在继续 这是秋红的八卦之魂燃起 说了初恋再说说初吻吧 反正现在录完了 从实习夫妻开始 那个 呃 母胎到现在 毫无经验 温丽突然想到了正雪 她在的话肯定很骄傲的说初吻是彼此吧 但是我和宋艳可都没那么好意思说 温丽老师发什么呆 哈哈 在想怎么编吗 齐思汗急忙替温丽解释 温老师读书没谈过恋爱 初吻肯定是献给荧幕了 我虽然没恋爱 但是初吻却是在高中 跟谁 这是能随便说的吗 宋老师怎么这么平静 都不吃醋吗 那宋老师初吻呢 真巧 我也是高中 我们 是不是问了 不得了的八卦 不对啊 秋红在后面追问着 温丽你都没早恋 初吻怎么得出去的 导演在旁边看着都可惜 这段料真不少只是不能放出去 第二天温丽躺着看手机 感觉今天粉丝的评论都很奇怪 难道协议结婚的是被泄露了 听说是天台聊天内容被传出去了 有的粉丝难过喜欢的CP初吻不是对方吧 是这样啊 吓死我了 不过 真可惜啊 当时要是有人多问一句就好了 粉丝们就不会伤心了 温丽想到了昨天的画面 立马堵住了宋燕的嘴 你不许说 好的 老婆说啥就是啥 女人正在八平方的化妆镜前美美的打扮 这时男人缓缓走了过去 这个东西给你 不介意的话 录节目可以带上 最近在谈这个品牌代言 品牌方给我们定制的对表 女人看着手表有些吃惊 这个牌子 好像只在舅舅的收藏柜里见过 你谈的是亚太区还是中华区代言人啊 男人淡淡回道 全球代言人 温丽八百年的酸菜刚翻了 满脸的羡慕极度恨 仔细一看 竟然还是刻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录节目带这个表 会不会有点太显摆 宋燕温柔回应 没事 你要怕招摇收起来也可以 温丽小心翼翼的摆弄着 心里喜欢的不得了 几天后在车里 小助理说着 姐 你最近带的手表真好看 我好像看颂老师也带过 是情侣款吗 温丽心中一紧 确实 确实是一对 然后立马嘴硬的解释 适当带点奢侈品 可以让品牌方知道我有多抢手呀 说的时候手还在轻浮着 带情侣表也算照顾下CP粉的心情吗 很快到了为你成团录制现场 而温丽今日的OTB也很快被发到网上 下面评论道 温丽和许馨月台本风波过去了吗 开始带姐妹款手表了 许馨月带的可是全球限量 价格百万打底 这么偏心 温丽的好像是十几万的普通款 看到评论温丽气炸了 哼 什么普通款 这是宋老师定制款 我的全球仅此一支 比限量的厉害多了 你们那波相机连我名字手字母都拍不到 垃圾相机 这时工作人员进来通知要上台了 画面来到舞台 为你成团的一工表演正在进行 温丽看着弟弟还没出道就有粉丝应援了 很是开心 这小子不错 虽然跳舞差点 不过也算争气 EndingPod一出 台下全是呼喊 李仔好帅妈妈爱 谢谢这组的精彩表演 内评委老师有什么意见给他们的吗 见姐姐在旁边 徐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 生怕别人看出他们的关系 许昕丽说着 你们这组整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徐丽 你的Vocal很不错 可是舞蹈还需要继续加油 徐丽小奶狗乖巧地点点头 我会加油的 世界永远爱挑事 许昕丽故意发问 刚刚温丽老师站你旁边 我看你躲了一下 你是不喜欢温丽老师还是喜欢呢 这问题让姐弟两个一下愣住了 温丽都替弟弟捏把汗 要说喜欢 怕人觉得作为练习生 跟见证官有什么拉扯 要说不喜欢 那自己粉丝会对徐丽反感 肯定又要干仗 许昕丽看向温丽露出得意的小表情 温丽也毫不示弱地坚定看去 内心想着 行啊 居然算计到我弟弟头上了 尴尬几秒后 徐丽奶蒙地回道 我是温老师的粉丝 也是宋老师的粉丝 刚刚躲一下是我跳舞 刘汉怕有汉味熏到他了 这憨憨巧妙地回答 有的粉丝哈哈大笑 温丽也赶紧带上宋燕 谢谢你喜欢我家宋老师 我会帮你转达 徐丽表面温顺 谢谢温老师了 但心里白眼都翻天上了 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效果 许昕丽明显有点失落 这事背后突然有人叫他 温丽用最凶狠的眼神 说着最温柔的话 昕丽啊 下次再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 顶流女明星 躺在老公腿上撒娇打滚 哼 我生气了 原来刚刚在为你成团的录制现场 鸿门小师妹故意借机为难选秀练习生 想要让师姐温丽难堪 谁知温丽这次毫不留情面 回到评委席后直接对许昕丽开队 下次再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 此话一出台下的观众都开始窃窃私语 是怎么了 温丽是生气了 可能玩笑太大了吧 许昕丽见状赶紧满脸笑嘻嘻地解释 我是怕刚刚徐丽躲的动作伤到师姐的心 替你出出气 哇呀 原来是这样啊 要不是你说 我都没注意到 我心思没你那么细腻 要是你在上面采访 估计已经给徐丽寄满小本本了吧 不过还好 你只用座下面点评 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练习生伤到心 许昕丽面对温丽的当场发难有些措手不及 十分尴尬地说 师姐你这话说得我好像很小气一样 哈哈哈哈 我知道刚刚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 但我也是真觉得你心思细腻 然后对着台下观众白手解释 你们别乱猜 我们关系很好的呀 转身立马牵起许昕月的手 你说对吧 师妹 而且今天还故意跟我戴同一品牌的手表 是想给我惊喜吧 果然是同门师姐妹的默契 哎呀 被师姐发现了 真是巧啊 温丽没有再理会她 而是宣布下一组选手开始表演 搞得一旁的许昕月摸不着头脑 心想虽然今天专门带郭导这个表 就是为了压他一头 但他怎么还主动说手表的事 哼 就算我是捡了别人不要的限量款 也比他的贵 毕竟谁档次逼谁尴尬 录完节目回到家 温丽气得要爆炸 许昕月她 宋燕接过温丽的衣服 所以是因为她当众 找你和徐丽的麻烦才生气的 才不止呢 你看 说着就把网上那个议论 她手表的事给她看 那些记者都没把照片拍清楚 就说她的是限量 还要和我戴的比一比 真是气得我都想熬 我录节目的时候 故意cue了这块表 准备让丹姐发通稿说我是定制款 对了 你呢 温丽说了一旦又停了 宋燕一脸疑惑看着她 你代言什么时候官宣 要是不能提前曝光 我就再忍忍 宋燕挂好衣服又坐了回来 看你那样 你忍得住吗 不会憋得更生气 可是 这表示你送我的 我总得顾及你的感受吧 宋燕温柔地说着 那你的感受呢 温丽一脸委屈巴巴的 虽然想说没关系的 但是真的好气 纠结的她突然躺了下去 在宋燕的腿上闹腾着 宋老师 我不开心啊 宋燕轻轻巴巴着温丽四散的头发 宋燕一边摆弄着温丽的头发 一边发着消息 原来她正在联系品牌方 加快合作进度 同门师姐妹当众厮杀之后 女人回家跟男人一顿吐槽 心中的怒火一波接一波 男人为了帮老婆出气 连夜联系品牌方 第二天 许星月抄话里 有人放了温丽和许星月照片还配文 极度使人发疯 评论更是说妹妹自己买快表还被碰瓷 有本事阴阳怪气 没本事买更贵的蛋 气得温丽一把扔掉了手机 要不是担心宋老师代言受影响 小助理这时也在刷着网上的那些东西 紧锁的眉头忽然打开了 天啊 太帅了 温丽看见小助理现在竟然还有心情看帅哥 作为我的助理 我在生气 你在花吃帅哥 不是不是 小助理赶紧摆手 是宋老师啊 姐你自己看吧 你都见过他那么多回了 至于吗 果然是小女生 拿着手机一看 竟然是JL的官宣 夜色月光 银白如水 全新约会系列 百年沉淀以爱之名特别定制 并赠予全球代言人宋先生和宋太太 全球独一无二 只此一对 下面评论 全球限量款地球上还能找出几十个 定制款只有这一对 不是用限量款 用贵就能概括的 温丽看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回过神 小助理在旁边问他 姐 这个官宣文案你之前知道吗 啊 什么 我不知道啊 那这文案是宋老师想出来的吗 他是代言人又不是文案策划 温丽依靠在窗边看着车外 想起跟宋燕的抱怨 他询问着自己的感受 忽然一下人间清醒 原来宋老师是为了 回到家后 温丽走到宋燕旁边 热搜我看到了 JL家的文案策划多少前一个月 我想把它挖过来给我写稿 啊 是吗 那你打算给我开多少工资 太少可不干 没想到是他自己写的 温丽十分错愕地看着宋燕 不知道为什么脸一下巨红 赶紧偏过头说 你太贵了开不起 其实也不贵 话还没说完宋燕的电话响了 接起电话看了看时间 好的 我一会就到 那个百森找我 晚上我就回 嗯嗯 晚上见 说完宋燕就出门 关门后温丽站在原地迟疑了很久 感觉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好快 完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另一边宋燕来到百事娱乐 昨天你经纪人还在和JL讨价还价 你倒好 刚和人谈完就让人官宣 文案还是你自己写的 给你钱吗 百森 百事娱乐总裁 温丽的发小 代言费够多了 文案算是赠送了 呦呦呦 宋老师这么大方啊 之前又是拍戏又是独商科学位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钱都赚了 现在居然有空给品牌方写文案 为了温丽那丫头吧 只是顺手帮她出个气 也是奇了怪了 两年前那丫头出事 她就不许我们帮她 你顺手和她结个婚 她和竞争对手抢资源 然后你顺手接了那个综艺 现在她被人撞表 你又顺手写了个文案 阿燕 你怎么长了那么多手啊 你在阴阳怪气什么 你喜欢那丫头吧 我可是情场老手 你骗不了我 那你现在才看出来我喜欢她 看来你这情场老手 也是徒有虚名啊 女人突然心跳一百八 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了她 婚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虽然自己和宋老师 是协议夫妻 成年人相互有需求也没什么 谁也不吃亏 但是怎么就把心交出去了呢 怎么就真的喜欢上了呢 哥们 栽了就栽了 不就是追个人 有什么难的 另一边百森正和宋燕商量着 让她去某节目 做飞行嘉宾的事 你让我再想想 这时宋燕电话突然响了 百森直接拿了起来 我帮你接 你快点想 我可是口头答应别人了 百森看着来电话笑了起来 吊货 这不是我前未婚妻 小炸药桶吗 谁打来的电话 百森故意说着陌生号码 然后接通电话 宋老师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百森听着电话里 甜蜜蜜的声音 一整个被吓到了 妈爷 炸药桶变小狐狸精了 温利听出了百森的声音 宋燕顿时也感觉不对劲 一把抢回了自己的手机 还没说话就被轰炸了 你是不是闲的 自己没手机接别人的 宋燕是没长手还是没长嘴 要你帮忙接电话 宋燕人呢 我在呢 你 我 一下把温利给整不会了 你干嘛让他接电话呀 害我让他看笑话 他抢了我的手机 你刚刚说了什么 温利忽然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那个没说什么 我先挂了 宋燕赶紧问百森 他刚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就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宋燕怀疑的看着他 那你怎么笑成这样 好久没联系前卫婚妻了 前卫婚夫 哎哟 我都没说你撬我前卫婚妻墙角呢 你还小肚鸡肠起来 宋燕突然陷入了沉思 他本来该是我的卫婚妻 蒙谁呢你 你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当地主少爷 高二才转过来呢 不过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招惹那丫头的 还记得那次毕业旅行 班上几个男同学叫我带着温利一起去 说都是卫婚妻了 迟早要睡一个被窝 不如先享受了 我刚准备开骂 话还没说完 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拳头就揍了过去 打的别人可是求爷爷到奶奶 你那发飙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可不敢惹你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我只会为你摇气呐喊 做你恋爱之路的保护伞 宋燕拍了拍百森的肩膀 算你识相 那我先走了 飞行嘉宾的事你们给我安排吧 你小子这么见色望有啊你 电梯里的宋燕脑海里浮现着温利的样子 不管他曾经是谁的未婚妻 现在都是我的妻子 女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心意 就找老公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刚刚男人回到家 女人就在门口等候 宋燕瞥了眼摄像头 想起了上次的撒娇任务 你到门口接我是又有任务吗 女人满脸透露着心慌 那个 对的 是有任务 监控室里导演看着助理 你偷偷改台本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宋燕无奈的说着 今天什么任务啊 女人调戏的样子勾了勾手指 任务 就 就是做什么都可以 但我们要待在一起 那你想做什么呀 我们玩游戏吧 游戏里给宋燕摇旗加油 游戏外趁机卡游 慢慢挪动直到靠在了宋燕的肩上 宋燕揉了揉脖子说道 你要是等我刷怪无聊 就去做别的游戏任务 我不无聊啊 然后立马伸出了手帮她 怎么样 我按得不错吧 看着宋燕没说话 她又凑近了些 你好歹给个评价呀 面对温力反常的调戏 结果宋燕输了游戏 随后她起身表示自己要去喝口水 温力看了看她 然后也跟着起身 你跟着我干什么 随后一把拽住温力的手 直接朝洗手间走去 那什么 我没有看你上厕所的癖好啊 不是你说 两分钟也算分开吗 女人害羞的紧闭双眼 那你 你上吧 我保证不偷看 宋燕贴近温力耳边 洗手间没摄像头 你到底什么任务 偷偷告诉我 节目组不会知道的 温力继续嘴硬的说着 没别的呀 就是要我们待在一块的任务 只是待一块吗 那也不可能连两分钟都不能分开 让你一直跟着 温力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释 想说又说不出口 小小埋怨的说着 我今天就想当根屁虫不行吗 男人双手捧起她的脸 那根屁虫你有什么目的啊 温暖的双手扶着她的脸颊 温力一下更说不出话了 宋燕看着迟迟不作声的女人 只好作罢 算了 温老师不方便说就不说了 等等 温力抓住她的手 内心一点小坦克 小慌张 小颤抖的问道 你 你不想亲亲我吗 男人淡定的目光中暗藏着激动 随后炙热的双唇温柔的 落在了女人的嘴上 女人刚刚提出了要求 男人就被出了回应 但和以前拍戏等不同的是 这一次是女人真心的邀请 她的手轻轻浮上了脸 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湿热 这时温力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推开了男人 人间有你编导 一直不见他们从洗手间出来 于是给她发了消息 温力说着 你先出去 我等一下再出去 要不然这顿播出去 又够别人乱想了 宋燕看着温力被吻得晕开的嘴角 你抓到了 你好好的开什么车 那你笑得这么开心 让你管啊 温力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就喜欢 和你 做坏事 怎么了 然后像打了圣仗一样得意的出去了 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宋燕 在洗手间独自回味着 第二天温力依旧沉浸在喜悦之中 有了昨天的拥吻 接下来再发挥自己的魅力一举 把她拿下 等人追到了 离婚协议还不是分分钟就能反悔的 这时经纪人丹姐忽然打来电话 温力格外亢奋的接了起来 收敛了情绪 丹姐说 我一直想帮你接槟城这个电影 导演和编剧都是很厉害的 温力也听出了后话 直接问然后呢 丹姐继续说着 但是他们不看重流量 我约了几次导演都没明确答应 好在编剧觉得你还不错 加上宋燕是男主之一 所以还有一点机会 有个演技综艺S级演技大赏收官的那一期 槟城的丑导会去 我把节目台本发你 你要好好表现争取这个机会 明白了 挂了电话宋燕走了进来 你要用书房 那我回卧室看剧本吧 你不是有不能分开的任务吗 温力昨天得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尴尬的说着 对 差点忘了 然后俩人就一起在书房 各自忙着自己的事 温力看完后就一直盯着宋燕看 发现喜欢她之后 她的额头 眼睛 鼻梁 嘴唇 还有这张脸 都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宋燕被盯了很久 忍不住凑近问着 你看什么呢 温力目光没有移动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着 看你啊 宋燕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好好看剧本 想被拍到看剧本不认真 温力凑到耳边小声说着 被拍到也怪你 谁让你比剧本好看 宋燕立马羞涩的侧过头 还说着温力马屁精 我说实话怎么就马屁精了 说着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 宋燕拉住了她 你怎么要出去 对啊 谁叫你比剧本好看 我在书房看不进去 摄像机内头的编导也十分惊讶 温老师是怎么平静卤水的 说出这种台词的 可能演过太多偶像剧的女主吧 而被聊过之后的宋燕紧张得不行 毕竟她没演过偶像剧也没经验 整个脸通红通红的 心脏砰砰砰的跳 温力明目张胆的聊对她是相当受用的 由于男人实在太帅 女人无奈 为了能专心工作只能暂时离开 剩下男人心跳加快独自可爱 晚上宋燕端着晚餐走了进来 哇 女人有点小意外 谢谢宋老师 男人俯身弯下腰 意外挑到了温力手机里的台本 是自己会出演的冰城 小心思全都冒了出来 为什么她没跟我说 是不想让我帮忙还是 不想和我合作 女人看着碗里的菜 说 你是不是想让我长胖 所以放了这么多沙拉酱 吕洞冰都没有无辜 你是在骂我狗 对啊 不识好人心的小狗 是低脂的你放心吃吧 那你早说嘛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 自己现在要追她 注意态度 要对她好 然后立马秒变可爱 在宋燕的肩上蹭来蹭去 啊 你做的沙拉好好吃哦 你要不要尝一口 我喂你 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宋燕 你这 这又是新任务 温利啪的一下指着摄像头 你看 灯是灭的 没有任务啊 你当我是白痴吗 无奈道 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怎么呀 你给我做了沙拉 我很开心 就想喂你一口 宋燕感觉温利有点奇怪 但是自己的老婆自己宠爱 好吧 你喂吧 我准备好了 温利睁开卡兹兰大爷 好耶 宋燕看见温利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你不是喂我吃吗 怎么了 话还没说完 温利就捧起了她的脸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靠近 将嘴里的食物分了一半 放进了宋燕的嘴里 轻轻一咬 食物带着彼此的热气 分别到了口中 温利有点害羞地侧过了头 那个 我看你嘴小不够装 所以帮你吃一半 顿时感觉 好羞耻啊 好大胆啊 她应该不会嫌弃我的口水吧 毕竟我们交换过很多次了 嘿嘿 是不是很好吃啊 宋燕这才反应过来吞燕了进去 擦了擦嘴角的余温 很甜 几日后宋燕和冰城制作组的 正在一起吃饭 你在笑什么呢 在跟我太太聊天呢 温利啊 她是找你帮忙 宋燕无奈的摇摇头 我倒是想帮她呀 可她不愿意 这丫头比较倔 哈哈哈哈 倔点好啊 冰城里玩玩也是很倔的脾气 倒是阿燕你性格好像变了 我看了你那综艺的预告片 这节的婚性情大变了呀 求导你别调侃我了 阿燕你还不好意思了 哈哈 没有 我先去个洗手间 一个预告片就让人调侃了 那要是正片被拨出去 不行我还是得打打招呼 于是拨通了人间有你严导的电话 喂 严导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前几天温利做任务那段能不能剪掉啊 什么任务 前几天你们在家那段 我们没安排任务啊 没有 那她假装关摄像头 然后 然后什么 你们关摄像头之后做了什么 没 没什么 宋燕吓得赶紧挂断了电话 这是一个女人走到了她背后 轻轻叫了一声 宋燕 好久不见 洗手间的轻轻 明目张胆的撩拨 还有撒娇喂食 本以为都是因为做任务 可宋燕却从导演那里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思绪回到今天出门前 宋老师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 我想找你对对戏 冰成那种题材的我演的手 心里没底 宋燕轻轻揉揉脑袋 你开口我一定早点回来 温利开心的抓着宋燕的手 那我在你回来之前自己再多过几遍 宋燕十分疑惑 于是试探性的问 之前也没听你提过 怎么这么想得到这个角色呀 这么好的本子和团队多香啊 还能帮助我转型啊 温利脑中浮想连篇 还可以每天贴着你展开追求 宋燕眼神却变得暗淡 本以为会有一点是因为自己参演了这部戏 想着最近温利做的奇怪和矛盾的是让男人想出了神 宋燕 宋燕 男人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我刚在想事情 原来刚刚在几分钟之前 宋燕出去跟人间有你的导演打电话时 突然碰见了十年前的荧幕情侣 曾经还一度传言他俩阴气生情 回过神来的宋燕向女人介绍着 女人微微捋着头发礼貌的说道 我从羽岛那听到你们在这聚餐 所以厚着脸皮不请自来 丑导赶紧说着不会 正好制片也想认识一下你 等他们都跑去打招呼的时候 宾城的编剧坐到宋燕旁边小声说着 我觉得你太太温利的娇笑灵动 英气洒爽更贴合婉婉 这位唐家人的气质虽然不错 但不像宾城里的婉婉 谢谢周编剧夸奖 我太太要是知道肯定乐开了花 可惜我只是个编剧做不了主 很早我就给你太太逼了本子 但是没几天却是这位唐小姐联系了我 懂得都懂 听到这话 宋燕脸上的笑容退了下去逐渐变得暗沉 老周你怎么坐这了 跟阿燕聊什么呢 就聊了一下她太太 咦 你太太今天怎么没了 宋燕毫不客气的说着 角色还不一定是她的 我太太脸皮薄不可爱 女人当然听懂了这个暗讽 皱了一下眉头 这时球倒又举起了杯 阿燕 过两天那个演技大赏的综艺 你可得多给我提提醒 我第一次上综艺 现在演员粉丝太可怕 我可怕得罪了 这话说的 能被你指导几句多少人想都想不来 周老师说的对 我太太也希望球倒能多提点 可是我自己是老婆奴 她一委屈我就心疼 希望球倒还是能嘴下留情 哈哈 好 看在你这个老婆奴的份上 我到时候把脾气收敛收敛 此刻在一旁的唐家人正在暗流涌动 聚餐结束后大家在停车场道别 看着宋燕和唐家人如此身份 球倒想起了十年前 十年前宋燕出道的作品你知道吧 雨伟光导的那个 那时候宋燕就普通高中生 白纸一张 她跟唐家人对戏的时候 眼神里压根就没有光 可是宋燕那年不是拿了最佳新人奖吗 他们还是最佳荧幕情侣 你这老头吃瓜别挤啊 后来雨伟光就问宋燕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把自己带进去 你喜欢的女孩光芒万丈 而你是地里的女子 你很喜欢却又配不上她 哦合着那部电影宋燕眼里不是女主角 也不是唐家人 而是她心里的女孩子 宋燕刚开门 温丽就跑了过去 你可算回来了 你先先会儿 正好帮我看看我走戏的效果 宋燕看着眼前的女人 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 她时刻都是光芒万丈 在她面前 自己一直都是需要抬头仰望的你 啪啪啪 宋燕拍手叫好 无愧是温老师 戏走得真好 真的还可以吗 当然真的 今天周边剧还说你形象合适 说希望你能争取到 那 那你希望我拿到吗 宋燕搂过了温丽 我当然希望你能 她顿时开心的像小女孩 我会努力加油的 感受着温丽的开心 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就算配不上 也想让她能愈加明亮 并且自意张扬 男孩在疯狂的追赶 直到看见女孩 轻盈而优美的背影 才停住脚步 那是她喜欢的女孩 她迫不及待地想上前 却被一个冷峻傲慢的男人 挡住了去路 男人低着毛子说道 宋小少爷 如果你父亲没破产 那你还是小少爷 那我外甥女 就还是你的未婚妻 可你父亲现在风光不在 我知道这话不好听 但你也是锦鲤玉石长大的 换做你是我 宋燕 宋燕 一道声音将她从冰冷的梦里唤醒 惊醒后的男人 仍然心有余悸冷汗直流 见宋燕半天没有回应 温丽焦急地询问着 宋老师 你没事吧 宋燕这才回过神来 我没事 做了个梦 可能最近有点累 温丽长舒了一口气 并给她披上了毯子 太累的就去床上休息吗 你没事我就先赶去工作了 说完转身离开 宋燕看着温丽的背影 想起了刚刚梦里的样子 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她 温丽满脸的疑惑 怎么了 宋燕恍惚了一下 呃 没没什么 随后递上了毯子 温老师快去工作吧 好的 有事打电话我 记得看S级大赏的台本哦 温丽走后宋燕拿出台本 内心一直无法平静 怎么自己又梦到这个 人间有你的助理问着 这是那个演技大赏的台本吧 编导说着 听说静眼内容随机抽 还是有难度的 所以先让熟悉一下 话是这么说 可是都一个小时了 宋老师还没翻页 那肯定是在开小差 宋燕确实在开小差 温丽最近的变化还有那个梦 让她内心烦躁不安 索性合上了台本不看了 监控室的编导却气炸了 我怀疑她在看小电影 要不然为什么不给我们看 因为宋燕此时的背影 正好把手机屏幕挡得死死的 随后她在手机问答界面 打出了自恋 傲娇 嘴硬 别扭 脾气很差的女孩子 行为特征分析 答案却是让她赶紧换人 早换早超生 宋燕摸了摸下巴 换人 不可能 于是直奔温丽超话 进去就看见标题温丽的千层套路 通过小坐坐 跳舞 撒娇和为水果展现魅力 直求攻击强势撩拨她的心弦 三立的欲擒故纵既有侵略性又艺术性 宋燕看着这些手不由的 有点激动的抖了起来 她心里那盏灯 好像砰的一声明晃晃的亮了起来 难道说她真的 温丽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 她喜速完来到卧室 发现宋燕已经睡了 于是理了理她的头发 发现她怎么睡觉还皱着眉 因为她脑海中又出现了个画面 温丽说着 宋老师你喜欢我吗 但因为她的胆小害怕失去 而迟迟不敢回答 看着温丽渐行渐远的样子 她更害怕了 她一把搂住了温丽 说出了不敢说的话 我喜欢你 别离开我 从前她心里都不敢想 都没期待过她的回应 而此刻窝在温丽怀里的宋燕是安心的 听到宋燕嘴里嘟囔着的话 也让温丽惊讶地羞红了脸 男人在家暗自神伤 女人在外美得不像样 小助理夸赞着温丽 今天的妆真好看呀 温丽看着镜子的自己 确实还不错 正想着晚上回家给宋燕看看 这时手机来消息 舅舅温严发来消息 宋燕去温丁的餐厅吃饭了 里面还有个女明星 温丽一脸疑惑地说 所以呢 那女明星叫唐佳仁 看到这个名字她一下顿住了手 即使是协议结婚 忠诚也应该是最起码的条件 温丽看着舅舅发来的消息 正想气想巴掌 忽然听见小助理 手机里传出的声音 你在看CP超话里的 我的千层套路吗 是啊 姐你看过了呀 温丽突然就拍起了桌子 那视频里的脑骨就很离谱 然后举起手机 递到造型师面前 粉丝做的这个视频 就是断章取义 我哪有那么不矜持啊 别说 看着还真像你 故意聊伯宋老师 温丽语气渐渐弱了下来 没有好吧 心想着那些素材都是以前的 那时候自己压根就没非分之想 姐 丹姐来电话了 温丽定了定神接起电话 后天就要去卢氏录节目了 槟城的剧本吃透了吗 温丽吱吱呜呜的说着 还行吧 这不是最近都在忙综艺吗 所以这两天没看 综艺要准备 剧本也得看 你参加这个综艺 就是为了拿下槟城的角色 万一求导让你是近呢 这两天别窝在家了 去上个戏曲课 别辜负周边剧对你的期望 之前槟城剧组四人小剧 唐佳仁也去了 她应该也是势在必得 不然不会没打招呼就跑去 听到唐佳仁 温丽突然开口了 丹姐 你觉得唐佳仁这次回国 到底是想拿这个角色 还是想和宋宴合作 经纪人反问道 那你呢 是想要角色 还是想和宋宴合作 温丽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都想 经纪人有些惊讶 难得呀 你今天倒是诚实得很了 你都想 但何况她呢 她在国外这几年 没少往国内发通告 不然你都和宋宴结婚了 她和宋宴的CP热度 为什么还能这么吃紧 温丽撇七嘴 那也没我和宋宴的CP粉多 经纪人笑了 那等你们协议结束呢 等宋宴恢复单身 他们再续前缘怎么办 不就是合作了一部电影吗 哪有什么前缘 温丽气鼓鼓地回到家 烦躁地推开门 我和宋宴才是认识得更早好不好 本来特意没有卸妆 想回家在宋宴面前惊艳一把的 结果进卧室发现她已经睡了 温丽又去光速卸了妆 捏手捏脚地爬上床 心里不满地嘟嚷着睡死你算了 拿起手机戳戳戳地点到了唐宋CP 我倒要看看有多般配 顿时脸上的表情就暗淡了下来 十分落寞 纸飞机的电影里 原来那个冷冰冰的学长 也会对着喜欢的女孩露出温柔又渴望的眼神 而那时对自己总是那么冷淡 几乎把讨厌温丽写在脸上 转脸她就收起了手机 不看了不看了 长他人志气有啥好看的 眼神忽然瞟到旁边的宋燕 怎么睡觉还皱着眉 她不知道的是宋燕此刻在做关于她的梦 她忽然一把搂住了温丽 嘴里还在小声喊着别走 看着宋燕满脸的害怕难过 她这是做梦了吧 于是温丽伸手轻轻抚摸她的脸庞安慰着 自己也把头埋了过去 微柔地说着 明明我跟你认识得更早 如果你那个时候不讨厌我 也许那时候我就会喜欢上你了 女人安抚着男人相拥而睡 第二天早上 睡得正熟的两人被一阵电话铃吵醒 女人迷迷糊糊地半睁开眼 嘴里还在埋怨着 这么一大早谁打电话 话还没说完 就被眼前皆是有力荷尔蒙爆棚的两块胸肌惊到了 变红耳赤地赶紧坐了起来 这一大早太刺激了 温丽接起电话 就传出小助理催促起床的声音 今天你和宋老师要飞卢室 结束电话温丽就去洗漱 这时洗手间的门被推开了 宋燕打着哈欠顶着凌乱的头发 半醒不醒地缓缓走进去 女人透过镜子看着她就响起纸飞机里 她对着别的女孩露出的眼神 想着就生气 于是移开了目光 淡淡说道 一会我洗完了叫你 突如袭来的冷衣让男人没有了半点困意 她落寞地低下头 好的 那我先去收拾行李 心里还在埋怨着 原来粉丝也不了解她 哪里是什么喜欢 自嘲地轻喝了一声 不过是自己自作多情罢了 两人很快整理完毕 在小区楼下等着助理来接 温利瞥了眼正在看手机的宋燕 想说话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都怪昨天看了那个纸飞机 人间有你的导演 看着他们中间隔了巴掌远就生气 一起出差也不甜蜜 他们到底有没有当夫妻的自觉 无可奈何的导演对跟拍小哥交代着 要求不高 能拍到素材塞进正片凑时长就行 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时温利也看到身后的人间有你正在跟拍 灵光一闪 对啊还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我可真是的大聪明 两人刚上飞机 温利就在偷瞄着宋燕 她想借着人间有你节目组的名头为所欲为 咳了两声清了清喉咙 那个宋老师 来任务了 宋燕诧异的看向她 询问到什么任务 于是温利伸出手绕过宋燕的手臂抓住了她的手 仗红了脸说着 就是那什么 我们要手牵手直到下飞机 宋燕先是一惊 然后立马就露出了浅浅的笑 心中已经明了 温利又在作妖 语言见宋燕没有反应 有点小恼怒的撇下头 怎么连节目组的任务你都不想配合啊 刷的一下抽出了手 不配合算了 宋燕立马又抓住了她的手 凑到她旁边 低声说着 没有不想配合 只不过既然是任务 那就再认真一点 随后将手指插进女人的指尖 环绕着手臂食指紧扣地握住了 温利羞红着脸温柔地看着她 她的脸颊轻轻贴着女人的手臂 这样可以吗 为了俘过男人的心 女人八百个心眼子全用上了 借着节目组的名义 对着男人谎称有新的任务 要求全程保持牵手状态 结果男人不但顺从地牵了手 还来得个十指紧扣 超出温利心理预期的满意 她哼着小曲向之计谋得逞的狐狸 宋燕见她笑得阴险又嚣张 就决定调侃一下她 于是凑到她耳边轻声问道 你确定任务是手牵手 不是嘴对着嘴吗 温利脑子呆滞了0.01秒 然后立马摇头 不是啊 怎么可能 说完她就有点心虚 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借口 太烂被她看出来了 但脸上还是装的义正言辞 你开这玩笑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在骗你吗 宋燕一副好可惜的样子摇摇头 温老师在我心里从不会撒谎 我怎么会这么想你呢 温利满意的说着 这就对了 随后宋燕故意假装提议着说 但是摄像师不在这里 就算我们完成了她也拍不到 要不要让她伸个仓到我们这来 温利咬牙切齿的 看着宋燕那人出无害的样子 好家伙这是早就识破了 跟我玩呢 但不争馒头争口气 死鸭子嘴硬的继续说着 不用叫她过来 我就是先跟你练习下牵手 怕到时候对着镜头不自然 宋燕强忍着笑一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温利看着宋燕那想笑又不笑的样子 就不服气 拉着她的衣领 自己也靠了过去 转脸严肃的说 我说牵手你还非问是不是嘴对着嘴 你是想占我便宜啊 温利这么直白的说话让宋燕愣住了 他盯着她淡天也没回答 反将一军的温利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一副我原谅你了的样子 算了谁让我魅力大 你想占我便宜 我能理解 我不跟你计较了 宋燕刚想说什么 但温利毫不给机会的直接戴上了眼罩 表示自己快得先睡了 虽然温利不讲道理 有时嘴硬又傲慢 可宋燕一点也生不出来气 谁让自己被她吃得死死的 飞机落地护士机场 街机的粉丝来了很多 他们一路打着招呼 中间人太多的时候 宋燕一直将温利附在怀里 然而温利却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的套路被她识破这件事 但很快就想通了 看穿就看穿 我就装傻 看谁更能忍 脑海中还浮现出两情相悦之后 自己拿今天的是嘲笑她的情景 想当初你一米八几大男人 被调戏的说不出话 粉丝的呼喊声让她回过神 赶紧拍了脸几下让自己清醒 都在想些什么呢 粉丝们看见温利山自己 以为她没信心压力大 都纷纷安慰 三立啊 没人好也没事 网上有我们空评嘛 有姐夫在呢 你放心 她要是不帮你 我们就帮你跟她粉丝兑现 温利哭笑不得的说着 别老想着跟人兑现 对我有点信心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粉丝们齐声说着 三立加油 姐夫加油 听到姐夫这个词 温利有点意外和害羞 因为和宋燕结婚两年多 其实她并没有太多结婚的识感 宋燕护着温利一路往外走 在粉丝一声声宋燕 照顾好你老婆 的主妇中上了车 男人一把搂过老婆 我对你怎样的心思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三立夫妇下了飞机以后 就直接赶往录制现场 车里宋燕贴心地递过台本 并把自己比较熟地做了标注 你需要的话 这几段我可以脱稿和你对对 温利翻看着台本 发现宋燕把感情戏都跳过了 小埋怨地说着感情戏 你都不和我对 那我和别人对感情戏 你不吃醋吗 一边说着一边在她的肩上蹭 可宋燕似乎没察觉到什么 还一本正经地解释着 我确实不擅长感情戏 可能真没法帮你什么 温利撇过头失望地轻嗷了一声 而旁边的呆头鹅 还在思考老婆 怎么靠近眼片段 赢取导演好感 看了一会台本之后 温利有些累得 倚靠在宋燕的肩上休息 宋燕立马就将手术起 放在自己嘴前 示意工作人员说话声音小一点 然后自己也把头靠了过去 和老婆依偎在一起 很快他们到了 S级演技大赏的排练室 刚到棚里一群年轻演员 就挨个和他们打着招呼 但是作为助演嘉宾 他们立马就被分开 去指导不同的演员 青年演员宁俊轩和汪妙 排练的是温利一年前的 古装作品中 摇齿表白的那一段 汪妙急切地请教温利 导演说我和男主对视 时眼里没有小女儿家的 娇羞和无措 不像是被人表白 更像是听人念台词 没事 我给你来一段 你注意看我的眼睛 随后冲着宁俊轩招招手 来 咱俩对个戏 另一边宋燕指导的演员 也发现温利在和宁俊轩对戏 自己想去看 于是穿多宋燕 宋老师你不想看看 温老师跟人对戏吗 宋燕语气平淡表示着不想 为什么 难道你看了会吃醋 那温老师拍了那么多偶像剧 宋老师你每天不得酸死啊 宋燕无奈 行了去看看好吧 心里还在自我解释 自己才不会吃醋 只是单纯不想看而已 可是立马啪啪打脸 温利此刻站在宁俊轩面前 饱含了年轻女孩 即将对自己暗恋对象 表白时的羞涩 我 我喜欢你 一双迅满浓浓爱意的眼睛 看上去仿佛已经喜欢 这个男孩好久 宋燕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心脏还是没扛住 本以为自己不会吃醋 看来还真是高估自己了 宁俊轩面对温利的表白 没有接住戏 很不好意思的说 被温老师看得有些受不了 心脏扑通扑通的 说话间无意中 撇到了围观的宋燕 虽然她在笑 但宁俊轩却莫名打了个寒战 温利还毫不知情地安慰宁俊轩 没事 要不再来一次 宁俊轩佩服地说着 温老师太厉害了 老公在边上也能演得那么真实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求求了我害怕 温利这才往周围看了看 宋燕拍着手叫好 演得真棒 脸上的笑容也压不住她想到人的心 正好我的感情戏也是短板 要不温老师也教教我 温利忽然觉得心里有点发毛 可是我心虚什么 演戏而已又不是偷情 但觉得宋燕像是不华好意 以不要耽误他们彩排为理由想拒绝 因为在她心里一点也没觉得 宋燕的感情戏是短板 奈何周围的演员都开始起哄 温利没办法只能答应 提前说好我教不了你 要是我演得不好就说 我一定虚心接受 宋燕也客气起来 我要是演得不好 温老师也尽管说 宋燕看了下台本之后周围的喊着 321 Action 宋燕一把将温利拉入怀中 小狐仙 我究竟对你是怎样的心思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一圈人围观温利被宋燕抱在怀里 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她拼命的心里暗示 我是专业演员 要淡定 我从未对一个女子纵容到如此地步 想念到如此地步 烦恼到如此地步 你欢喜我也欢喜 你伤心我也难过 我满口的人意道德 每次都说帮你只是举手之劳 但我自己知道 我对你 私心至极 最后贴在她耳边问道 说了这么多 你这个傻狐狸还不明白吗 温利脸颊滚烫 顿觉她的呼吸都是缓慢而撩人 一瞬间有点分不清 这是演戏还是现实 但只希望可以永不停止 他们明明是在秀演技 但心里却都有着秘密 男人借着台词试探地 说出爱慕已久的情谊 导致女人都有点分不清 现实还是演戏 随着宋燕说完台词 她慌乱地拉开的距离 我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恶心巴巴的话 肉麻死了 心里却骂自己不争气 怎么还结巴起来了 宋燕掰过她的肩膀 目光灼灼地低头看着她 虽然肉麻 但每个字都出自我的真心 一切发展的都是那么自然 一个向自己喜欢的表白 一个被自己喜欢的人表白 天啊 是吻戏 后面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她如遭雷击瞬间清醒 仅仅距离4.15厘米的时候 她脱离地喊了声 哈 铁过头并伸手挡住了宋燕的吻 尴尬地说着 心 辛苦宋老师了 周围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果然夫妻对戏就是不一样啊 刚才两位老师的眼神都要拉丝了 光妙此时满眼地崇拜 温老师你太厉害了 温丽表面装着镇定 其实心里慌得一批 这事旁边有人感叹气氛都到这了 编剧竟然没安排对的嘴 光妙解释着 原剧里是有的 只是节目主怕时间紧磨和不好 所以台本里删了 温丽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 轻轻地扯了下宋燕的衣角 小声地说着 台本里都没安排吻戏 你刚才想干嘛 宋燕一脸得意地说 温老师的这部剧我都看过好多遍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全在脑子里 温丽有点埋怨 既然你这么熟 在车里还不和我对戏 还说不擅长 宋燕似乎又回味起了刚才的场景 我确实不擅长 温老师刚刚的眼神我差点没接住 差点让我以为你喜欢我 宋燕的一句话犹如屏蔽一道雷 让他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又给搞乱了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远处几个小演员叫着宋燕请求指导 宋燕见温丽没有回应 就打趣地说着 温老师害我现在还小鹿乱撞 我得去工作缓一缓 然后就转身走了 被丢在原地的温丽莫名的就火大 你把年纪了你小鹿撞个毛啊 几小时后导演们也都到了 宋燕准备带着温丽去跟仇导打个招呼 俩人走在去休息室的路上 却不知怎么的有点小尴尬 可能是之前对戏的后遗症 于是温丽找着话题说着 那个我和你对戏的时候有点走神 没影响你后面指导他们演戏吧 宋燕摇摇头 没事 我当时也有点走神 你竟然也走神了 带入了自己所以有点走神 温丽一下不淡定了 抓着宋燕问道 那你刚刚是把我当成谁了 唐家人吗 他突然的反应让宋燕愣了一下 下一秒温丽就满脸失落地低下了头 转身说着 算了 走吧 可能不想听到自己不愿听的回答 宋燕赶紧拉住了他 做什么 他嘴里缓缓地吐出了两个字 温丽 他有些不悦地皱起眉 叫我干什么 宋燕表情变得严肃 我没有叫你 我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说我把你当 温丽 影流女明星被其他男演员讽刺美演技 老公实力护妻要为老婆争口气 这位是宇伟光导演 宋燕向温丽介绍着 一旁的球导则默默地审视着温丽 长相确实很贴合冰城里的玩玩 但流量明星这荧幕水平还不好说呀 温丽跟宇伟光打完招呼转向对着球评 他还在期待着温丽会说什么 却没想到他只是简单打个声招呼 说了句我会好好表现的 球评愣了一下 这话出乎他的意量 他本以为温丽会整那些圆滑哄人的话术来讨好他 几分钟后就开始录制S级演技大赏的抽签环节 主持人问着温丽 有没有内心期待的剧本呢 温丽却看向宋燕笑着说 抽到什么都不会给我家宋老师丢脸的 主持人突如其来的吃了一嘴狗粮 随后温丽开始抽签 看到剧本名字后他下意识的就觉得完了 完蛋了 竟然是一部鱼尾光拍的全谋电影 感情线还是最难把控张力的进段 抽完签之后 嘉宾开始从新人演员中找搭档来共同完成 宋燕直接选了同校师弟应俊轩 轮到温丽选了 台下的新人演员都纷纷自荐 温丽一下范了难开始纠结起来 旁边的宋燕却突然开口了 要不 选我吧 宋燕指了指自己 台上的嘉宾和主持人 以及新人演员 包括温丽 全都愣住了 评委席上的鱼尾光笑着打断了沉默 你一个人演两个剧本 脑子转得过来吗 宋燕一副悔恨不已的样子 主要是我挺喜欢语导的这个电影 当时因为档期没眼上 现在都在后悔 鱼尾光心想你算了吧 什么档期 当时明明你说感情戏不行给我推了 但是他和宋燕的关系好 肯定不会揭穿他 求平在一旁看着却没觉得惊讶 温丽想借这戏争取晚晚的角色 而戏里除了自己的实力 搭档的能力也很重要 新人演员确实演技不稳定 宋燕这小子 那一点心思都偏到老婆身上去了 主持人把目光移到了导演身上 询问这是否可以这样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温丽终于开心的笑了 比起一帮水瓶差不多的小妾 还是正宫送娘娘更得她的心意 而旁边抽到温丽那部玄幻剧的段红 却一直板着脸 她是以出演证据出名 最看不上温丽这样的偶像明星 而且八个助演嘉宾 只有温丽飞科班出身 却站在顶流的位置 主持人为了缓和气氛Q到了她 段老师好像从来没演过玄幻剧 紧张吗 段红笑道 是啊 这种剧本一般都过不了我经纪人内观 挑战挺大的 不过我搭档正经科班出来的 我有信心应该不会太难沟通 主持人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有些尴尬的打着连场 相反温丽却面色如常 因为她知道争论没用 只能靠实力去打别人脸 一天半的时间 温丽努力的跟宋燕排着戏 走完一遍台词 温丽虚心请教着 我刚刚的情绪是不是太激动了 没有 就把我当成段红那样凶 温丽吓一跳 赶紧关了麦 你别说出来啊 我一个人生气就好 你是隐蔽 她还是师弟呢 到时候节目播出 你因为我跟她交恶对你没好处 宋燕没想到平时傲娇的公主殿下 竟然会为她着想了 揉搓了下她的脸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 温丽就故意撒娇地问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出气 宋燕呆呆地歪着头 我以为陪你演好 让她无话可说就是帮你出气了 哎呀 你当时要是给我个眼神暗示 我就直接上去干她了 哟 宋老师除了拍戏还会打架呀 那肯定啊 以前上学为了你打了不少呢 你不知道而已 温丽心情终于好了 撸着宋燕的脸 都是男人 我们宋老师怎么就那么好呢 那既然我这么好 那你 能不能喜欢我 老公在和师弟排戏 老婆却幻想着亲密 男人满眼期待地说着 你能不能喜欢我 这一下把温丽整不会了 她撩拨别人心眼子贼多 换成自己就呆得无与伦比 宋燕半天没有得到温丽的回应 虽然在她意料之中 但还是有些失望 于是转移了话题 说再对对台本 温丽一下慌了 这暧昧的氛围 怎么能说结束就结束 连忙抓起宋燕的手 毫不犹豫地说 嗯 所以你也快点喜欢我 可下一秒就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 瞬间脸就红得像猴子劈腿 宋燕也被她的话挠得心跳一百八 嘟嘟囔囔地说 温老师你犯规了 温丽疑惑地看了过去 这时工作人员突然打开了门 两位老师的麦还OK吗 我们受不到音 OK的 以前对我爱达不理的 现在还不是被我搞得步步沦陷 整理好情绪之后 温丽就拿着台本 表示我们先各自背背台词 可宋燕却没有温丽那么收放自如 现在的她根本看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刚刚的暧昧氛围 等温丽被玩走过来的时候 发现宋燕还没有被玩 有点不可置信 宋老师是因为两个台本转不过来吗 顺势就坐下还晚上了胳膊 卡在哪句了 我帮你顺顺 内心狂喜 助人为乐的同时还能光明正大的贴贴 简直不要太爽了 宋燕被温丽嗑得死死了 时不时地挠几下 让她心神不明又无可奈何 于是她借口说要去隔壁看看师弟 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温丽想的也是 总不能自己一直霸着不放 还嘱咐了一下宋燕 宁俊轩天赋不错 就是包袱太重有点放不开 你好好提脸一下 宋燕想到人的心都有了 你还是准备好自己的表演吧 到了宁俊轩这边 宋燕明显状态好多了 他们是打斗的戏 一口气就练了两小时 宁俊轩在宋燕身上 学到了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刚刚宋老师的动作太帅了 我都看呆了 宋燕一脸阴险的笑了笑 是吗 那跟温老师的文系怎么也看呆了 宁俊轩吓得想喊娘 我 我们是被温老师的演技给征服了 休息了一会之后 他们又开始练习 这时温丽跑过来串门 看看他们排的怎么样 宁俊轩看见温丽 立刻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随后跟宋燕说 我们重头来一遍给温老师看看吧 温丽看着他们在地上撕打 羡慕着男人之间对戏真方便 都没什么故技 要是换成宋老师和自己对打戏 宋燕双手将她按在身下 胳膊环绕过她的下巴 还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跑不掉的 想着想着就想歪了 还记得上次宋燕说 你跑不掉的时候是 在床上 宁俊轩突然叫了一声温老师 把还在燥热的想象画面中的温丽 拉了回来 温老师 我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压根就没认真看戏的温丽眼神躲闪着 支支吾吾的说 挺好的 那个 我得回去复习下台词了 然后转身麻溜的就跑了 宁俊轩有点懵 问着宋燕 温老师这是怎么了 可宋燕也没好脸色 心里本就不满刚刚排戏的时候 温丽一直盯着宁俊轩看 于是没好气的说着 不知道 顶流女星和痴情隐蔽 竟因为一个男人相互生气 俩人还都觉得委屈 晚上排练完收工之后 车里气氛安静的有点诡异 小助理尴尬的脚趾要抠地 这时宋燕的手机突然想了打破了寂静 温丽假装不在意的听了个彻底 以英里师弟宁俊轩询问宋燕 有段台词他不理解 想让宋燕帮帮自己 温丽这才睁开眼 你师弟还在排戏 你怎么自己跑了 怎么做师兄的 宋燕本就心里不爽 反问着你就这么操心师弟 没有啊 我就觉得你跟他一起状态不错 跟我排戏时连台词都记不住 宋燕轻喝了一声 不是操心他 那今天排戏你一直盯着他干什么 温丽压着要爆发的脾气 那你跟他演戏手把手的交 跟我连对台词都走神是什么意思 宋燕觉得委屈 我为什么走神 那都是温老师的责任 你对你师弟就是比对我好 到底是谁对我和师弟不一样 俩人因为同一个男人争得互不相让 小助理终于受不了了 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说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吃醋就直接说吃醋不行吗 哼 谁吃醋了 回到酒店后 温丽拿着浴巾就去洗澡 我在外面等你 宋燕的话让他心跳停摆了一秒 忍不住又带点羞涩的把头叹了出来 那个 你还是先睡吧 明天一大早就得赶去排练了 宋燕愣了一下 我等你和明天排练有什么关系 心想着明天排练也得等你出来才能洗澡啊 温丽立马转身猛的关上了门 啊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黄色废料啊 赶紧清醒清醒 别总想着追男人那点事了 宋燕在外面感觉温丽奇奇怪怪的 但换下半身思考一下就明白了 于是他故意跑到浴室门口添油加醋 温老师 抓紧时间啊 要不我们一起洗会更快 温丽拿起浴巾就慌张地跑到门口 反锁了门 瑟利那人的反驳 一清你个头 抓紧你个头啊 随后宋燕也去洗了澡 温丽靠在床边看着剧本 等宋燕出来后 他立马招了招手 我的好大啊 快过来 宋燕脚步一顿 你叫我什么 母后叫你呢 来和母后对台词 谁叫你在剧本里演我儿子呢 再叫一声试试 我这叫入戏 你生得出我这么大的儿子吗 你怎么知道我生不出 那你生一个给我看看 一个人生不出来 要不要我帮你 温丽也不认输 行啊 生就生 生出来你喊他爹 一把抱过宋燕的脖子 侧头冲着嘴巴就巴唧一下 立马就刻住了宋燕 得逞后笑着问他 怕不怕 宋燕紧紧地贴了过去 我怕了 所以你还要跟我玩多久 要着我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利用师弟让我吃醋 你很开心 很认真 跟我就心不在焉 宋燕一下被温丽气笑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迟钝 你吊着我 我还不能心不在焉 我那是追男人的招数 你会追的屁 温丽在嘴皮子上怎么可能输 我不会追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手下败将 宋燕深吸一口气 目光牢牢锁紧她 温老师 你知道在床上故意惹我生气 会有什么下场吗 女人和老公来回拉扯 满心爱意嘴上却闭口不提 惹得宋燕的情绪燥热不已 她深吸一口气 目光死死盯着温丽 她下意识地就往后缩 可是她退一下宋燕就进一步 温丽没办法 只能开始道德绑架 宋老师你一个大男人 嘴上说不过我 就想用威胁的 宋燕笑了笑 直接一个抱了上去 你这个时候就别嘴硬了 如果你不愿意承认 我也不逼你说 你觉得怎么样 跟我相处舒服就怎么样 真的吗 温丽心想还有这种好事 把主动权权交给自己 不过你得给我回应 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温丽就知道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 随机反驳道 我那是追人招数好吗 那你这几招太厉害了 我每天心里上不上下不下的 实在不是滋味 温丽的好胜心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招式真的很厉害吗 宋燕仿佛报复她这几天的心理折磨 轻轻咬了下她的耳垂 你肯定厉害呀 要不然我现在心里怎么会难受 这时温丽本能的就开始挣扎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 刚刚是怎么说的 不是啊 我是痒啊 宋燕没等她继续说 就直接贴了上去 唇齿间的温度立马就上来了 可下一秒温丽推开了宋燕 不要 你拒绝就是不喜欢我 宋燕的一口黑锅反扣过去 对得温丽一下语色 宋燕自己又接回了话 不说话那就是喜欢 然后继续着 她脸上满是红韵 喉尖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能不能 话还没说完宋燕就明白了 好好好 随后动作变得很轻柔 第二天温丽和宋燕排练迟到了半小时 温丽跟化妆师解释着 都怪宋老师太磨蹭了 汪妙在一旁笑嘻嘻地说着 难怪听说你不停地给工作人员道歉 午休都不停地练习 这时化完妆的宋燕走了过来靠在门边 起身的温丽刚好跟她撞了对眼 还有点尴尬地愣了下 汪妙看着俩人的古装扮相 太绝了 终于知道自己的经纪人 为什么要自己老老实实演现代戏了 一小时候汪妙和宁俊轩刚刚完成表演 宋燕和温丽在后场 台上主持人采访的段红 请段老师对刚刚的表演评价一下 很好 可能这就是科班出身的优势吧 一旁的汪妙听的是浑身冒汗 那些新的设计都是温丽教她的 怎么现在被拿出来采温丽了 主持人也是很慌张 赶紧说着接下来轮到段老师换眼环节了 老师紧张吗 紧张不至于 只是觉得这句不适合自己 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这种剧还是适合温丽来演 可惜她运气不好 抽到了渔岛的戏 台下的观众窃窃私语 她是在暗讽三里不是科班出身没演技 没看三里演就硬采 她开始替三里生气了 温丽在下面听得皱起了没 压力也更大了 她悄悄地拽了下宋燕的衣服 怎么了 我有点紧张 你快鼓励我一下 放心有我在 万一我给你拖后腿了 你不怪我吗 我怪你干什么 宋燕的语气更加温柔和坚定 你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一个人在孝性舞台跳舞 更何况现在还有我陪你 哪怕出错了 也有老公我给你兜着 所以正常发挥就好 温丽的心情放松了好多 得寸进尺地说着 那要是现在别人是我 你还会这么大度好说话吗 别人那肯定不会啊 你这是双雕不公平对待 宋燕牵起她的手 我做人从来就没公平过 一向是偏心的 谁让我只喜欢你 夫妻两人还在台下 你闹我闹时 台上主持人已经开始念出场词 接下来欢迎温丽和宋燕 两位老师带来太后金安片段 台下就开始沸腾 这个太后金安好像是个全谋电影 皇子被年轻后妈扶上位 然后萌生了不可言说的感情 温丽所饰演的太后 正已在踏上小气 那是公邀小声说道 太后万岁来了 太后缓缓睁开眼 就看见年轻的皇帝先怜而入 儿子给母后请安 儿子听闻张学士在牢中自艾 想到他是母后的启蒙老师 于是赶来宽慰 望母后节哀 太后此刻的表情笑里夹杂着恨意 细语暗讽道 我本不知道也不忧思 皇上却特意来告知我 你真是一片孝心啊 皇帝的语气突然变得温柔了起来 其实只要母后愿意罢手 您永远是仁寿宫的主人 天下的太后 太后露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贱奈燕人的手对付忠臣 皇上看来连三岁小儿都不如 皇帝被激怒了 引着眉低腰压了上去 太后在她阴狠的眼神中看到了一样 气恼了直接喊到皇上的名讳 朱又兰你要做什么 气氛突然斗转直下变得柔软 看着眼前这个跟自己年纪差不了几岁的母后 多了一丝渴望 你叫了朕的名字 叫了又如何 你还要杀了我不成 太后可愿再叫一声 张学士的儿女清卷 我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两个人对视 太后眼中满是不解 还有不可思议 这时导演喊了一声卡 全场响起了雷霆般的掌声 白色聚光灯下 温丽莫名的有些紧张 自己明明是嘉宾 怎么感觉像在参加比赛似的 宋燕握住她的手安抚着 雷是有我 夫妻二人跟观众打完招呼之后 主持人Q到了评委 太好了太绝了 绝对是顶着偶像剧颜值的实力演员 雷伟光导演说道 我当年拍这个主要侧重全眸 没想到演成绝美爱情 也是很惊艳的 另一个制作人迫不及待地接着说 合作吧 你们想演什么类型的 我去买剧本只要你们愿意 台下的观众也齐声呆喊着 合作 合作 雷伟光戳了戳球倒 是不是还不错 听听群众的呼声 这时温丽拿起了话筒 对着段红笑道 段老师觉得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段红此刻脸色有点尴尬 缓缓地说了两个字 很好 谢谢段老师 您是科班出身 我相信您的判断 非科班的演员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 为了演好剧往往要走不少弯路 付出更多努力 好演员的标准不是看是否科班出身 而是演得好不好 实力打脸段红之后 他主动牵上了宋燕的手 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 还需不断努力 比如像宋老师这种为了演好 陪我一遍遍过的科班演员学习 CP粉吃了一口粮 顿时间叫了起来 主持人也很懂 我再跟大家说个小秘密 这次他们能同台演 一位铁肺男粉的声音抢先一步说道 宋燕你就是小心眼 不想看你老婆和别人演感情戏 懂的人都笑了 温利看宋燕有点尴尬赶紧说着 没事的后期这段可以剪掉 台下宋燕粉丝 不能剪 不能剪 播出去让宋燕丢脸 CP粉也不示弱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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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利老师你看看 群众呼声这么高 要不 不了不了 我们回家再说 宋燕赶紧揽着已经呆住的温利往下走 下了台之后两人终于松了口气 这时温利发现宋燕在摇头叹气 紧张地询问 怎么了 是刚刚我演的不好吗 那倒没有 只是我觉得有点可惜 观众的要求其实也不过分 温利一下顿住了脚步 我觉得 你说得对 这么直白地回应宋燕一下有点意外 转身想再次确定一下 温利直接朱唇轻启贴了上去 引流夫妻首次台上演着对手戏 就赢得现场观众和评委的高度满意 下台后老婆朱唇轻启主动贴了上去 录制完S级演技大赏之后 夫妻二人想不过一起看起了太后金安 看完全片才知道原来这么震撼 温利脑海中浮现出皇帝扮相的宋燕 宋老师你当初推了这个电影真的很可惜 你演的话我觉得会更完美 但想着想着就 这个尺度 宋老师推得好 宋燕不知道温利已经想天了 还在认真的回答 每个演员擅长的不一样 我演不一定会更好 嘿嘿 你又想说你不擅长感情戏 你可太擅长了 你要去演偶像剧 有那些男艺人什么事 宋燕有些期待地叹了过去 比和你合作的男艺人都好吗 当然啦 这有什么可比性吗 宋燕笑了笑缓缓说道 都是男人当然有可比性 或或 原来男艺人攀比心也这么重 那你可以放心 在我心里他们跟你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宋燕突然抓起她的手 唇边轻碰了下指尖 柔声说着谢谢 温利凑近了些 嘿嘿 除了谢谢之外呢 见宋燕跟个呆子样的没反应 温利有些不满的情绪迸发出来 难道是自己暗示的不明显吗 随后起身 算了 电影也看完了洗洗睡吧 宋燕一下就把起身的媳妇拽了回来 你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温利则怪着 你明知道我话里的意思还装傻 什么人啊你 那对不起了 谁叫你闹别扭的样子太可爱 那母后大人 今晚还要我陪你对台词吗 都演完了还对什么 还有丑导说等回燕城后让我去试镜 她到时候请我们一起吃饭 可是我经纪人说好几个女演员都在接触这个角色 除了周边剧觉得我长得像王婉 我其实优势一点都不大 但是你像王婉这不就是最大的优势了吗 你说的也对 还真是感谢我的爹妈 宋燕揽过她的腰 工作现在说完了吧 还有我之前没接触过球岛 你和她合作过 传授点试镜的经验给我吗 行 等明天睡醒 所以现在应该聊完工作了吧 温利有些不满 你怎么老问我聊完了没有啊 你是不是不耐烦了 你才知道我不耐烦了 都暗示你很久了 咱们先热热身再聊工作行吗 宋燕的话让温利一下措手不及 不行 运动完我就没力气聊工作了 你先传授我试镜经验 宋燕有点无奈 行 我现在教你 温利还真感觉挺认真的准备做做笔记 宋燕一把抽走了她的小本本 这个经验只能意会不靠言传 温利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演戏就是很抽象的东西 和课本的理论知识不一样 但很快她发现不对劲了 现在导演都这么严了 试镜需要牺牲这么大吗 等等 她推开宋燕 我看过槟城剧本 好像没有这个尺度的戏吧 宋老师 你不要仗着自己帅就为所欲为啊 宋燕眼神微眠 叫我学长 温利身体微颤 嘴上喃喃地叫着学长 剩下的小编替大家看了 两小时后 温利还是很了解自己的 果然没有再说工作了 但还是好奇地问着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我叫你学长 宋燕揉搓着老婆的秀发 因为那会让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满足感 自从宋燕确认温利的心意后 就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了 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温利为所欲为 温利修红脸拉紧衣服 宋老师 你收脸一点 但宋燕更加得寸进尺 发现老婆喜欢我了 还需要收脸什么呢 两人抽空看过太后金安的原片后 才发现宋燕错过这个角色有多可惜 把她的长相和气质搭配实用 这部剧就更完美了 可是一想到宋燕身下压着别的异性 温利就酸了 忽然觉得不可惜了 宋燕摇了摇头 这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魅力 我也是有考虑过的 温利笑眯眯戳了戳宋燕的 别跟我说你感情戏不擅长 结果恰好相反 言起偶像俱来 你可比那些男一人好多了 这话就激起男人的攀比心 宋燕下意识 拿跟她合作过的异性对比 这毋庸置疑是她最好 温利也毫不吝啬称赞她 你可以放心 在我心里 你跟他们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哎呀呀 听到老婆的最高夸赞 别提宋燕有多开心了 那既然我已经称赞过你 现在是不是该换你了 宋燕却假装不懂温利的意思 所以温宝宝生气了 哼 不说就不说 那就洗洗睡吧 只是想逗她一下而已 结果她居然生气了 宋燕宠溺 把人拉回亲围 你怎么一点耐心 也没有 你明知我在暗示什么 还跟我装傻 什么人啊 老婆闹别扭的模样 太可爱没忍住 哼 我可爱 还用你说吗 嗯 知道你可爱了 那今晚我们还对心吗 宋燕这是明知顾问 都演过了还对什么 于是温利继续说起 求导要她去试镜吃饭的事 饭什么时候都能吃 如果不是我长得像管管 还轮不到我试镜呢 宋燕开始心不在烟敷衍 长相也是一种优势 好好准备吧 于是宋燕开始第二次暗示 工作聊完了吗 温利再次担忧试镜结果 要宋燕传受她点经验 没问题 那就睡醒再说 所以现在聊完了没 听着宋燕老是重复这句话 温利正脱她的手扎毛了 你是不是不耐烦了 宋燕干脆埋进她的怀里承认 明晃晃说出她想花爱的意图 这样子的宋燕 是温利从未见过的 但是吧 她的厉害 温利也是见识过的 果断拒绝 先让宋燕传受经验 没问题 你拒绝你的 我继续我的 所以当温利还想拿本本要记录 宋燕二话不说 抽走扔了 美约其名骗温利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和课本不同需要实践 感受着宋燕亲吻她的锁骨 温利开始还愣住 现在试镜需要牺牲这么大吗 但后面想想不对劲 当即把怀里的宋燕推开 冰城的戏里面好像没有床屑 接着拉紧身上的衣服指责 宋老师 请你别仗着自己帅 就为所欲为 你说错了呢 我明明是仗着你喜欢我 才为所欲为 她是小学生吗 老师把喜欢挂在嘴边 还不止呢 宋燕还轻咬她的耳朵 又哄喊学长 当听到温利乖乖小声 喊出一声学长 瞬间激起宋燕的热情 亲吻住温利 她这样的态度 让温利感到害怕 学长 你轻点 事后温利不解询问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我喊你学长 因为她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上你 喜欢了你十年 也等了你整整十年 再次听到这句学长 那就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满足感啊 百亿影帝本想给粉丝发点福利 结果却在直播间 当着千万观众的面 被老婆直接胡脸 在散利夫妇录完S级演技大赏之后 人间有你的导演被气得火冒三丈 看来沿岛被温利夫妇气得不轻 在咱们这老是观摄像头 东拼西凑预告也只有30秒 在别人那里上来就是禁忌链 预告整整两分半 确实严导突然满脸阴险地说道 我们改台本 在公益直播里加台本 他们总不能直播观摄像头吧 一日人间有你的几对夫妻来到公益直播间 三立夫妇再次合体 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热闹起来 主播在一旁Q起了流程 这次我们的直播不是纯淡货 还会让嘉宾通过做游戏来宣传商品和增加夫妻感情 看着直播间的一千来万人 温利拍了拍送宴 咱可不能输 不争馒头得争口气 随后主播拿上来一盒纸巾 为了验证狂风纸巾柔软又不易破 所以我们来一个传纸巾的游戏 顿时弹幕里成群结队的谷狗都来了 规则就是一个人咬住 然后另一个人用嘴尖 规定时间传递最多的夫妻获胜 温利立马进入战备状态 就等一声哨响 开始 没多久其他的夫妻多多少少都有失误 然后就迷到了一起 然而三立夫妇不慌不忙 稳如老狗般的流水线 赢了比赛后他还在直播间里问粉丝 咋样 我厉害不害 厉害个球 你该死的胜负欲能不能收一收 粉丝们都不乐意了 吵着闹着要再来一轮 这次换成宋美人先传递 温利朝着纸巾慢慢靠近 宋燕故意的呼出阵阵热气 温利感受到了之后停止的动作 于是宋燕勾了勾手指 示意她过来 见她没反应宋燕单手捧起她的脸 往自己这边带 纸巾算是传递了过去 粉丝们也终于磕到了 宋燕好混 美人你老婆是愣宰你不是 宋燕把纸巾塞到温利嘴里之后 自己准备再次去接 谁知她掉了 纸巾掉了 弹幕上都粉丝都激动坏了 我要看你们彻底清赏 谁料温利一巴掌盖住了宋燕的脸 还严肃地教育她 你给我认真点完 顿时全场的人除了温利脸上都是点点点点 温三立你是钢铁厂长大的 这女的就白掌一张神言 愣得人神共愤 直播完了后温利看着热搜说 她是返向带货第一人 她还十分不理解 明明主播刚跟她说纸巾都卖爆了 然后举着手机给宋燕看 宋燕没好气地说 别问我 找你粉丝哭诉去 感觉宋燕情绪不对 温利凑低地看着她 你是因为直播我呼了你一巴掌生气了 宋燕撇过脸 委屈巴巴地表示 没生气 我就是心疼我自己 她回想了一下刚刚的热搜 好像有个心疼宋燕 再看看宋燕的样子 她忽然卯足地近朝她扑了上去 宋燕掐着她的脸蛋 无奈又瞠怒地说着 你干什么呀 温利则语气甜甜地道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宋老师你这么可爱 女人一巴掌直接呼到男人脸上 在直播现场拒绝了老公的贴贴 回家后男人委屈巴巴地不想搭理她 女人被老公的小娘逗笑了 直接搂了上去 宋燕满脸怨妇样地掐着她的脸蛋 你干什么呀 宋老师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可爱 宋燕面对温利的撒娇是毫不抵抗力 一副放弃治疗的样子 我可不可爱不知道 但是挺好哄的是真的 温利憋着笑 故意说道 好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夸你手段高明的意思 我甘拜下风 说着还亲吻了一下手 嗨嗨 这算什么 温利正惊地哄起了脸 那个 我还有更高明的呢 手指还勾了勾 你想不想 禀叫一下 宋燕此刻血气上涌 还请温老师赐教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忽然有一道细小的电流声 从背后传了出来 温利一把按住宋燕的字 回头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 很快 他发现了背后 那个亮着小绿灯的摄像头 摄像头心虚地 慢慢地转了个方向 温利一下手动 路关了所有设备 两人尴尬到了极点 宋燕很无奈 怎么没人在家 摄像头也不关的吗 今年最近夜讲 要是不搬给人间 有你的工作人员 我都觉得有黑幕 把房里的眼睛清理干净之后 宋燕一把抱起了温利 迫不及待地 想领教一下 更高明的手段 与此同时 监控室里有一个人在哀嚎 鬼恨着自己 为什么要手键去碰那个收音设备 不过幸好前面的素材也够了 快要被三立夫妇逼出 更年期的盐岛 正在和同事聚餐喝着闷酒 刚刚拍到素材的工作人员 立马打去电话报喜 哈哈哈哈 盐岛不然红光满面地站了起来 冲着所有人举起了杯 一月三立夫妇就找到了 盐岛想要删掉昨天拍到的东西 盐岛当然不答应 温利无奈 那把后面的那些话删掉吧 观众还有十八下呢 盐岛咬了咬牙 那行 后面的删了 这下宋燕不愿意了 跟温利说着要不还是全删了吧 不行 宋老师 你老婆夸你可爱这话 有什么不能播的 宋燕看着盐岛这么激动 也是有点猛 温利挠了挠头 其实我也觉得这句还好 宋燕无奈微微皱眉 那好吧 几天后人间有你的预告片播出 粉丝们都在追问删减的片段 车里小助理看着热搜 嘖嘖嘖 宋燕没有说话 其实他知道这句话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这句话的人 那脸上的笑容 眼里的柔情和甜甜的声音 他只想自己私人专有 不想被别人看到 旁边的温利看着宋燕似乎还是不太开心 他掰过他的脸 其实盐岛说的也没错 你老婆夸你可爱 确实没什么不能播的呀 然后温柔的凑上去 揪咪的一下表示着安慰 老婆前脚刚刚哄好老公 后脚自己就吃起了十年前的陈年旧醋 这天三立夫妇去和求平导演吃饭 刚进去宋燕向温利介绍着 这位是周编剧 周先生您好 你真的和我想象中的晚晚是一模一样 谢谢周先生 客气了一遍之后 求导缓缓开口 今天是私人饭局 都是熟悉的导演和制片人 温小姐不用拘谨 随便做 这是于伟光开口了 阿燕太太 你那个太后的角色表现得真不错 私下花了不少功夫吧 于导过奖了 是宋老师帮了我很多 还好他带着我才能发挥得当 于伟光将视线悠悠地转向宋燕 当初看不上这本子 现在倒是有闲心陪太太琢磨了 宋燕甘大的敏唇 我怎么可能看不上您的本子 马后泡吧你 不过我倒是想起你刚入圈的时候 比你太太可木头多了 我为了将你口水都收干了 宋燕乖巧地点头 是是是 辛苦您了 温利则在旁边偷笑着 没想到宋燕也有这个时候 辛苦倒还好 就是你那时候连累家人也陪您一起被我骂 听到唐家人的名字 温利微微愣了一下 宋燕立马看向了老婆 生怕她会心里不舒服 她们两个真的演得很不错 主要还是年纪合适 青色的刚刚好 现在她俩未必就演得出那效果了 旁边的制片人也调侃了起来 等唐家人去球岛那里试镜的时候 一让宋燕陪着搭个戏就好了 听到这里温利分了神不小心碰到了高脚背 而制片人还在说 让宇导再重新给她俩拍一部 就当帮影迷回忆青春 温利擦拭着手 心里想着这就是经典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会被人挂在嘴边念念不忘 她和唐家人这对荧幕情侣 两天的试镜 宋燕又追问了一下 除此之外呢 温利生怕被别人发现他们的小动作 抽出了手 赶紧说着 没有了呀 宋燕刚想张嘴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温利突然脸色一变 怎么办 我想去洗手间了 温利出去后 与伟光凑上来悄悄问宋燕 你太太是不是介意刚才的话了 本来我也以为她介意 不过我刚问了 是我想多了 但是温利不介意 反而让宋燕心里有一丝的不开心 此时温利在洗手间心里也很复杂 换作以前她是不介意的 之前吃宁俊仙的小醋 最多只是矫情 宋燕也不会当真 但唐家人就不同了 宋燕出道时最青涩真挚的表演 是和她一起完成的 对宋燕来说应该是很难忘记的经历了 但自己也是演员 如果介意会显得很无理取道 反正宋燕现在喜欢的是自己 十年前喜欢谁 管她呢 阿燕太太 于伟光突然出现在背后 刚才我边上的制片人平时习惯了口无遮拦 你不要介意啊 温利赶紧摇头 没有啊 我是在想之后试镜的事呢 哈哈 这样啊 那是我想太多了 没事我们就回包厢吧 温利在后面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于导 她还是叫住了于伟光 虽然我确实不介意 不过您 您能跟我说说 十年前宋燕拍电影的事吗 你怎么不直接问阿燕呀 温利甘大地笑了下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开头吗 心想着总不能直接问宋燕 说我想知道你和唐家人当初 有没有擦出爱的火花吧 那也太没面子了 哈哈哈哈 说吧 你想听什么 温利纠结地说道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越详细越好 男人陪老婆去参加饭局 没成想别人聊起了 她十年前的荧幕情侣 对于年少的真挚演艺 温利一直很介意 也很好奇 她犹豫许久 还是向于伟光开了口 于导 您能跟我说说 十年前宋燕拍电影的事吗 如果您不介意 越详细越好 哈哈哈哈 我记得我是在她高中的学校 碰到她的 那时我邀请她来拍电影 被拒绝了 但是过了几天 她又突然找了过来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演员会有出息吗 能赚很多钱吗 说了许久 温利从于伟光那里 听来了很多她所不知道的事 比如宋燕高中的时候缺钱 可遗憾的是 还是没听到重点 这时宋燕找了过来 叫他们回去吃饭 就看见于伟光和温利在聊天 宋燕小声嘀咕着 老师跟你说了什么 说了你的黑历史 回到饭桌温利主动举起了杯 各位都是我前辈 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 我先厚个脸 提前感谢各位以后的照应了 她说完就很爽快地一饮而尽 来来回回喝了几杯之后 宋燕拉住了老婆的手 我来帮你喝吧 温利小声回应着 我真的很想拿到这个角色 所以你不要帮我 让我自己来 但是你看你的脸都红了 还是我 你是男的 我是女的 我喝不下了还能卖萌妆可怜 他们就不好意思让我喝了 而且就算我醉了 不是还有你这个老公伺候吗 宋燕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没多久温利就醉醺醺地举起了杯 前辈 今天不是宋燕和宋燕太太 是温利和温利老公 有什么事冲我来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阿燕 你今天竟然要你老婆照你啊 宋燕本来还担心 温利面对应酬会不自在 谁知她根本不需要自己 自己只用当个贤惠的老公就行 一顿饭吃了将近三小时 球导领走时对温利说 过两天的视镜你放轻松 就平时自然的状态 就很像晚晚了 鱼尾光蹭着空隙 也偷偷地指点温利 丑导是个很看重眼神系的导演 视镜时你把最真实的感受 带入进去 千万别拿表演技巧糊弄他 就想像面前有个 你爱的或者恨的人 当初阿燕也是这样才顿悟的 老鱼 走了 司机来了 好嘞 来了来了 导演们走后 宋燕就搀扶着老婆也准备上车 送小少爷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温利 温利的舅舅 我们聊聊 宋燕交代着小助理在车上的 舅舅开口就是问罪的话 你和温利一起应酬 他醉成狗 你跟个没事人样 宋少爷就是这样照顾我外甥女的 宋燕不缓不慢地说道 他心疼我不让我喝 不过温总没被外甥女关心过 应该也不懂 威严的声音变了 你再跟我炫耀 怎么宋少爷希望我恭喜你守德云开见月明 终于用真爱打败了我这个棒打鸳鸯的松建家长 宋燕也丝毫不给面子 不需要 你的恭喜对我来说不重要 既然没事那我先走了 威严眼神里三分轻蔑四分薄良 我父亲当年念在和你父亲的交情 好心资助你到内地来读书 结果你反倒拐走了他的宝贝外甥女 既然目已成舟了 不管你和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得照顾好他 而不是让他心疼你 宋燕 温利大喝一声地跑了过去 你不再跟前伺候我跑 这跟别的男人说什么悄悄话 喝醉了的温利毫无畏惧 舅 你个单身三十多年的老广王 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 美女人看得上你 你就来觊觎我的男人了 舅舅被气得太阳穴秃秃的 温利你是不是脾痒了 略略略 有本事你揍我呀 一旦碰我一下 我就报警抓你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 都是些什么胡话 就你正经 正经死了 所以才找不到女朋友 说完拉着宋燕就上车跑了 回到车上温利搂着宋燕 你把我扔一边跑去 跟别人说话 你怎么当老公的呀 只是说了两句话而已 温利别棋子 那你跟唐家人呢 啥 宋燕一下没跟上他跳脱的思维 从温言扯到唐家人 他直勾勾的盯着宋燕 我吃醋了 但是 你不能觉得我无理取闹 那你明白了还不快哄哄我 哄我 快点的 前面的小助理和司机 尴尬的脚趾扣地 缓缓地升起了车内挡板 温利哼哼唧唧的 就这 抱一下就想打到我 我有这么好哄吗 那我再换一个 说着就凑了上去 没几秒 温利推开了宋燕 你到底能不能行啊 接吻不伸舌头 那还是接吻啊 一场饭局下来 女人的醉意开始荡漾 当着助理和司机的面 就想轻轻抱抱举高高 虽然升起了挡板 但奈何还是能听见 嘻嘻苏苏的声音 温利一个最鬼害的车上 三个清醒的人 只能单大的装容和作哑 好在很快就到了家 导演兴奋地打电话 温利他们回了 快打开室内摄像头 那个 可是 宋老师一进家 就关掉了摄像头的外置开关 什么 导演被气得念起了三字经 回家后温利躺在沙发上 那个关了吗 得到宋燕肯定的答复后 他立马拉着他贴着自己坐下 宋燕轻摸了一下老婆脸蛋 你脸怎么这么疼 你是不是傻呀 我热不是温度高 是你在我旁边 所以我的心搜号 显然宋燕没见过这么油腻的招数 表情复杂的道 你好好说话行吗 嘿嘿 丫头 我这么说话你不满意吗 醉鬼 好好说话 信不信学长揍你啊 我再好好说呀 而且都是真心话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我一看到你 就心跳得好快好快 跟别人拍戏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 但是跟你对戏 明明是戏里的告白 但我总后脸皮觉得是你在对我告白 都是你的错 害我一点也不像专业演员了 冰城也是你演 你要是连累我演不好怎么办 宋燕一脸宠一刀 那我就不去演了 你去 好不好 不行 你还是得演 这么好的剧本我想跟你一块演 宋燕心里被她的话填得满满的 虽然是酒话 但是直白的让人招架不住 还有我和唐家人竞争冰城的角色 你必须无条件支持我 知道吗 那当然 哎呦 宝宝你真乖 我真稀罕你啊 宋燕笑了笑故意装傻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温丽微微皱眉 又以为她真的没听清 我真喜欢你 我真喜欢你 她来来回回又说了几次 我没听清 我特么的喜欢你 你特么的是不是聋了 那还不是你酒醒了就不会说了 我肯定得听够本才行 两人躺了一会后 温丽突然说道 我今天听语导说了很多你的事 她说 你之前好像很缺钱 你要是缺钱的话 其实可以跟我借 我有钱 不过你那时也不会问我借 因为你讨厌我 要借钱你肯定也是找百三哥了 说着说着她就生气了 所以你那时为什么讨厌我 我那么漂亮 平均一周被表白两次 你什么眼光啊 你不会喜欢男的吧 对啊 温丽感觉自己恍然大悟 她那时不喜欢自己 肯定是太有问题 你之前跟我协议结婚 就听说你不是很值 为了自证才跟我结婚的 挖了个靠 我这该死的魅力 我竟然把你掰执了 宋燕抓着温丽的手磨动 你做到我身上起 她就一直这样了 能证明我了吗 喜欢男人又不代表不喜欢女人 没有说服力 不过无所谓 我高中也不缺人喜欢 你讨厌就讨厌呗 宋燕神情一下就低落了 是啊 高中的你也不稀罕我的喜欢 温丽突然心头一挤 平时她肯定会继续嘴硬 但是现在她很心疼 可是那时候你不稀罕 温丽慌乱的解释 和宋燕平静的陈塑声 叠在了一起 好在他们也都听清了 宋燕服上了她的脸 看着温丽紧张的神情 用低雅的嗓音说着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 明明我 我连喜欢你都不敢 没什么敢不敢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喜欢就上 我允许的 最后的女人是猛的一批 不但豪荒地表达爱意 还叫男人勇敢做自己 喜欢就上别墨记 可当两人刚开始 酱酱酱酱 女人就抓着她锤打不放 怎么 你不是说别墨记吗 后悔了 温丽一脸娇羞样 不是后悔 是你太 说着说着还留下了 娇滴滴的泪 娇气 这都受不了 那休息一会吧 这下温丽可不乐意了 谁娇气了 我可是大猛医 再来 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第二天温丽酒醒后 头痛欲裂 浑身酸痛 宋燕贴心地地上一杯水 然后在对面坐下 笑眯眯地盯着她 温丽咬着水杯十分警惕 反正昨天的事 她是一个字都不会承认的 问就是断片了 昨天你喝醉了知道吗 温丽顺理成章地开始装傻 反正就是打死不认 是吗 我做了什么了 不记得了爷 没事 稍等一下 说着宋燕拿出手机递给她 你去洗手间看吧 那里没有摄像头 说完自己还笑着冲摄像头 说早安 洗手间里 温丽颤颤巍巍地点开视频播放 昨晚他们降降娘娘之后 洗完澡 温丽困得不行了 想要睡觉 宋燕却拉着老婆不让 等会再睡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喜欢我吗 温丽巴唧一下 拍在宋燕的脸上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要说喜欢或者不喜欢 温丽点着头 我喜欢 喜欢谁 说名字 完整地连起来 宋燕一边录着一边 让温丽说着 我喜欢宋燕 贼喜欢 贼就是非常的意思 不是说你贼哦 这个我知道 好了 我问完了 可以睡觉了 可温丽不知怎地 固然难难地说道 那你呢 你喜欢我吗 我吗 宋燕看了看 然后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脸颊 一脸深情的 我爱你 温丽一下就急了 不公平 喜欢是两个字 我比你多一个字 宋燕无奈 不是该我说不公平吗 温丽不服气的嘟起嘴 你意思是我委屈你了 我的男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不信我唱给你听 宋燕宋燕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视频就在温丽高亢的歌声中结束了 从洗手间出来的温丽脸色涨红 尴尬的无地自容 这是宋燕接到了严导的电话 我刚听见了 温丽昨天喝醉 你关了摄像头 但是你自己录了 又不是不能播 不算合同里的 我们单独买行吗 宋燕想都没想 不好意思 就是不能播的 然后直接挂掉了电话 宋燕走到温丽面前 温丽不好意思的别过头 看完了 嗯 看完了 看着温丽害羞的模样 宋燕笑了笑 那你还想赖账装赏啊 小老鼠 回来了 送大米